- 万千迹象何以为剧 欢迎大家收看瓦罗兰特伊斯坦布尔全球冠军赛 我是解说白杨 我是解说风暴奶巴 在经过小组赛激烈的角逐之后 由八支战队脱颖而出 进入到更加激烈的淘汰赛当中 此刻代表着最高荣耀的冠军奖杯 正在敬后他最终的归属 相信各位选手将会全力以赴 突出重围登上荣誉的殿堂 精彩比赛一出七八 接下来就让我们期待冠军的诞生 那么今天也是来到了我们 这个淘汰赛的一个胜者组的对抗 刚才结束这场比赛 其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是由落打2比0直接击败了DX 我们刚刚其实也听两位解说同事 说了很多关于DX 它心态方面的一些问题了 其实也能感觉到这一次淘汰赛 其实每一支队伍都有备而来 打得都非常的好 那么马上即将要开始的 第二场的一个较量 是一场北美赛区的内战 是由X的对阵 我们这一次的可以说夺冠热门OVTIC 对这两支队伍的话 也是老对手了 像赛前的话 其实也有选手发出过豪言壮语 对不对 对就弗奈斯之前 他在瑞评 瑞评X的说 我们两个队伍其实是非常熟悉的 而且我们很了解彼此 我觉得X的对我们造不成太多的威胁 这个其实是弗奈斯的原话 对但这是有数据支持的 毕竟最近的一个对战记录上面的话 其实OVTIC还是赢过X的比较多次的 两边交手上面的话 X的其实没有讨到太多的好果子吃 但其实X的还是在一个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含金量的比赛当中 在总决赛 这次的北美赛区的一个VCT2的总决赛里 是3比1战胜了OVTIC 这也是他们最近近期 唯一的一场总比分的胜利 是但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在哥本哈根大师赛的时候 可以直接进入到淘汰赛当中 因为他们当时是北美第一的一个资格 但是也很不幸的 就是他们上来就脸输两场 直接是淘汰出局 对他们其实在上一次 哥本哈根大师赛当中 交了许多的学费 这是X的这一次 比上一次哥本哈根大师赛打得好的原因 就每一支队伍都跑不了这个环节 就是在初次进入线下环节之后 他们肯定会有一些不适应 或者是一些战术 或者选手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但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整 调整过来之后 这一次X的其实是在小组赛里打得非常不错 也是拿到了C组的第一名 来到了这个淘汰赛阶段 我们之前就提到过 另外也是其实跟X的经历比较相似的队伍 就是利维坦 他们其实在之前让我们看到 他们在这一两个月中很大的进步 但可惜他们没有撑到最后 但是X的话 其实有一种持续发力的原因 感觉每一次比赛 他们都有一两个选手 可以做这个英雄 帮助队伍站出来 然后拿到比赛的胜利 没错 其实现在从选手的角度来说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现在Optic的一个队员名单 Crushes Victor Fnance Marved 以及Yei 对 那Optic现在的话 我觉得这一次的全球冠军 看到还是Yei一个人 有点独跳大梁的感觉 他的队友不是那么的稳定 可能他还是需要他的小伙伴 帮他一臂之力 是的 其实Optic 他是比较依赖于Yei这名选手 个人发挥的一支队伍 就Yei发挥的好的时候 其实整个队伍有点无敌 但他很多时候 都是要依赖于Yei的发挥 来带动其他人 对 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 Exit的首发五人名单 BCJ Zikhan Zap Erin 以及Cryo 其实Cryo就是今天 Yei的一个劲敌了 他们两个可能是 对位的一个关系 因为Cryo现在的 圣伯乐 他的一个就是 狙击能力真的非常强 我们看到 首当其中就是 选手经常的画面 刚才走第一个 就是他们的教练Cycle 后面也是Exit的选手们 其实Cryo这名选手 在最近的一个比赛当中 表现很不错 尤其是在使用 圣伯乐这个阶段 但是他和Yei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虽然同玩圣伯乐 狙击的能力也很强 但是Cryo对于狂徒 这把枪的使用频率 也是要比Yei更高的 对 Yei在这个名剧也好 或者是在这种 自己的大招 孤高火力上面也好 所以他的收益是目前 我大概统计 应该是所有的这种 圣伯乐选手 这个数据上最好的 是 所以这样的话 他也会为存局做准备 就前几局的一个经济循环上 他可能会更多的存钱买局 那来看一下我们赛前 想要关注的两名选手 分别是两队 可以说主玩烟味的人 一边是Marved 一边是Erin 对 Erin这名选手 可以看到他的残局 我觉得这个和Marved 这个数据差距 一下就被拉开了 41.2%的这个残局收益 这个其实是有点夸张的 对 我觉得这个也要比少还高了 是的 因为我觉得Exit 能走到今天的话 其实残局是很关键的 他们不仅有Erin 一个残局胜率很高 包括像是BCJ残局胜率也非常高 没错 但是Marved 你能看到他的ACS平均 还是在200左右 而且他们之前也有一次 像他用新坠 carry了队伍 在深海明珠这张地图的表现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Marved这名选手 最近三场的一个数据对比 可以看到他在使用炼狱的时候 这个272的ACS 其实是有 不应该是一个正常烟味的数据 他这个其实已经是超出了 正常的烟味的一个发挥了 是的 而且你会发现 他的一个状态有点回暖的趋势 因为之前在 雷克亚维克大师赛的时候 Marved的表现 可以说是能够让Optic 夺得冠军的一个 比较关键的一点 对 他在雷克亚维克大师赛的表现 其实有点超过了 叶翼当时的一个发挥了 就他甚至要比 他们队力的一个头牌 叶翼还要出色 也可以想象一下 Marved这名选手的天赋 究竟有多高了 对 那他0.8KDA的那一场 用的是铁壁 我记得应该是 打威风岛屿的那张地图 就是用了 Fanatic之前 在威风岛屿的那套 霓虹加铁壁的阵容 但是好像效果不算很好 对 Marved他还是比较适合于 玩这种烟味 像幽影 像炼狱这些英雄 甚至星坠都能打出 很好的表现 那么来看一下 Aaron这名选手 最近三场的一个数据对比 他的一个英雄 就比较多变了 像有星坠 有魁蛇 以及有闲者 相对来说 这个Aaron更加全面一些 他的英雄池 可能要比Marved更深 不同的地图上决斗啊 包括圣伯洛的位置 有一所轮换 他们如果说 像是Zaken和Cryo 可能都会轮流 打截风这样一个位置 其实Exit这支队伍 在之前的一个比赛里 发挥还算是比较稳定的 只是一直没有 在这种世界舞台上 证明过自己 但是Aaron这里的 头部命中率 我觉得总体 还是有点偏低啊 甚至有一场 只有9.5的头部命中率 我觉得这是属于 那种状态非常不好 但是呢 Exit其实是 依旧来到了圣者组 就说明其实他们 是每个人都有发挥的 另外四个人 一定在那一场 做了很多的事情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解说同事的 整体预测 这场比赛的一个结果情况 除了小绝啊 这个一个人 比较刺眼之外 其他人好像都是选择了 Optic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 会获胜 但我有点慌 刚才NOC结尾的时候说 他现在七场全输 然后这个第八场 他还是支持了 Optic这边 而且是2比0 因为我猜2比1的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 Optic之前的比赛 全部都是让1坠2 2比1 这一点其实是 让我感觉到 有些情理之中的一个事情 因为Optic这支队伍 可能如果看他比赛比较多的话 就知道这支队伍 是偏慢热的一支队伍 他本身就慢热 然后在这一次的一个 地图搬选环节呢 其实Optic都是选择 让对方先选地图 先搬先选 这样的话 他们就可以选择 第三张地图的一个归属 二选一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Optic经常会打出 让1坠2的这样的一个比分 是 而且他们其实在 第一张地图的时候 地图的顺位还是比较关键的 如果说你让对方 先搬一张地图的话 有可能就会搬掉 深海明珠这张星图 那来看一下 两支队伍之前的一个 交手次数上面的话 Optic这里是 四胜一负的战戒 这是近两年的一个统计了 对 2021年 其实Optic也是2比0 战胜了XZ 这两支队伍 其实交手的次数非常多 是 这还不统计 他们平时的一些训练 包括像这种 私下里的一些练习 对 其实这两支队伍 太熟悉了 所以说 这场北美赛区的比赛 也是为什么 之前也是提到过 Fanace的一个宣传上面说 觉得 XZ不会就是我们 北美赛区的一场 比较熟悉的比赛 好像很轻松 对 但是他说是这样说 其实Fanace这名选手 我个人认为 他的游戏智商是很高的 就是他是现在 北美公认的 排的上号的 就是比较强势的 这种指挥位的一个选手 就是有些选手 他的这个瞄准能力很强 这个个人能力很强 但是 真要凭指挥能力的话 其实整个世界上 都很少有那种特别顶尖的 对 而且我觉得Fanace 看他的一个平时状态 就是一个很冷静的人 他不管遇到一些问题 以及碰到队伍 获胜的情况下的话 他都是没什么表情的 这是我觉得 只会可能需要的一个素质 就是在赛场上 不管应对什么样的情况 他都能冷静的分析 是的 但同样的 你指挥能力变强 你的心思都放在了 整个团队的运营 或者地图上面 你可能在某些操作上 就会被放大 就经常会看到 Fanace会出现一些这种 这个关键枪 打不中的这种情况 但其实我们要知道 Fanace他在把自己 大部分的精力 都把这一部分 给到了指挥 这个能力上面来说 相比而言 Fanplus的Ander 就聪明许多 我先打完 我再指挥 对 他其实就不会有 这样的一个突发情况出现 但是各有利弊吧 反正整个Optik 现在目前的一个团队体系 它的核心框架 还是在的 对 Fanace的一个主指挥 叶翼的一个 不管是孤高火力 还是明居的一个 主要突然去打收益 包括像叶翼的残局 其实都是非常厉害的 对 尤其是还有就是Victor这个点 他现在基本上 把所有的决斗都练会了 就是捷锋这个位置 我觉得他在威风道里的表现 也是比较可圈可点的 然后他之前的一个 霓虹熟练度更不用多说了 然后他的雷兹 其实现在也是比较 值得信赖的 像雷兹和霓虹 都是他的一些招牌英雄了 对 然后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捷锋 有点像Def那种 功能性捷锋 但主要就是让叶翼打得舒服 整个团队就会很舒服 来到了双方的地图搬选 那一般的话 还是由Exit搬掉了 原功重阵 刚才我们也是提到过 Optic的比赛中的话 可能率先上来 搬途选途的都是对面 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个 1比2 2比1的战绩 对 搬掉原功重阵 没什么问题 因为在近三个月的比赛当中 Optic的原功重阵 88的胜率 7-1 7胜1负 这个数据 这个是值得手搬的 没什么问题 这本来就是Exit的 常规手搬地图 第一张地图的话 Exit是选出了影视修所 这张地图的话 两边这一次 其实都没有接触过 是的 刚刚其实Optic 还是搬掉了威风岛屿 因为威风岛屿 在本次全球冠军赛 Optic是0-3 全输了 霓虹加铁屁 就不想再来一次了 有些抽象 是 Exit第一张地图 选了影视修所 这张地图 三点图 其实整体来说 是比较依赖于 选手个人发挥的 因为有时候 在C点的队友 是很难去第一时间 支援到正面的一个战场 是的 那来到Optic的主选途的话 是给到了亚海全程 这张地图 它最近的一个胜率 就比较高了 第二轮的一个 颁选上面的话 先是Exit选择防守 两边其实都在 对方的选途上 选择了防守开局 亚海全程是这次 全球过程 才比较热门的一张地图 很多队伍都很喜欢 在这张地图上决一胜负 是 但是其实Exit 还没有在这张地图上打过 所以可能是一个全球阵容 不知道Optic有没有预测到 那奥伦搬的话 Exit是搬掉了裂变峡谷 而Optic是搬掉了森寒冬港 对 森寒冬港最近Exit有点猛 75%的胜率 近三个月 三胜一负的战绩 最后一张地图就呼之欲出了 深海明珠 这张地图 两支队伍在本次全球冠军赛 都有过亮相 全都胜了 这两支队伍在这张地图上 没输过 但是Exit要多赢一场 它是一个2-0的一个成绩 而且我觉得Exit的 这两场含金量可能更高一些 因为他们都是面对到 EU赛区的强力对手 Fanantic Fanantic和FanPlus 都在对方的身上取得了胜利 但是Optic这边 深海明珠那一场比赛 面对到Loud是一场大胜 就是只让对方拿到了三分 其实我觉得两边 这张地图的碰撞 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非常有意思的宿命论 Loud每次遇到Optic 都会很难受 所以Loud现在已经在胜者组了 那么接下来 其实对于这两支 北美的一个队伍来说 他们首先是我们刚刚聊过了 这两支队伍很熟悉 知道对方大概的打法 但是深海明珠 其实我觉得这两支队伍 应该还没有在正式比赛上碰过 也是本次第一次 首次在这张地图上相遇 但是这两支队伍应该会准备一些 就是对方不知道的一些杀招 或者是大招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从整体的一个阵容体系来说 谁会玩什么 谁在某个选手 在某个英雄上的一些习惯 其实都已经摸得很透了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还选择用常规打法去打的话 是很难打到很高的收益的 而且毕竟两边都是有胜场记录的 既然你是比分比较领先的那种情况下 也不是说打到加时这种情况 你就可以稍微保留一些东西了 没有必要把自己所有 一个学会的东西全部亮出来 所以我觉得XZ和Optic 在深海明珠上的准备一定是更多的 但是就要看前两张地图 都能不能拿到自己的主选图吧 尤其是第一张地图的话 像是XZ自己选出的影视修索上面 他们应该知道Optic之前拿的一套阵容 可能就是一套带霓虹的体系 但是影视修索这张地图 我们刚刚也聊过了 这张地图A点和C点相距非常的远 就是第一时间如果正面崩掉的话 另外一个点的队友是很难支援到正面的 这就是现在这两支队伍要拼的一个点 就是Vector和Zek两名选手 在第一枪下面的一个对决 就是看谁的收益更高 其次就是像叶以和Cryo两名选手 圣伯乐间的一个对决 谁能够去把对手在这种断后 或者绕后的情况下吃掉 第三点就是我们今天 比较期待的值得的关注的选手 Aaron以及Marved 这两名选手的一个残局收益 我觉得这三点就是三局两胜 三个队位三局两胜 谁赢得多 谁就将获得这场比赛的一个先机或者是胜利 没错 当然我们上一场BO3中也是能看到了 像是DX这种高达85%以上的 也是修索的胜率的地图 结果还是输给了烙子 所以在一些配合上面的话 你这张地图胜率越高 那肯定也会被对方所研究的 而且Optic拿的那套霓虹体系 正好可以解决 奶爸之前所说到的一个 可能回防的时间需要很长 但霓虹他跑得快 而且这张地图的话有五个出口 霓虹想要走一个点快速出来的话 也是可以绊到快速绕后的 对 其实霓虹这个英雄是 Vector这名选手 非常非常擅长的一个英雄 他打的就是一主快节奏 而北美整个赛区的一个风格 就是主快 谁能够第一时间 抢到一些对枪的一个优势位置 就很重要了 而且再加上 现在耶一其实最近的状态 也是一直保持在一个上升的阶段 没错 他的一个整体的ACS 以及他的一个就是 排行名单上面的话 他其实现在应该是 所有选手里面 平均ACS最高的了 所以能看到 他能保持在这个位置 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Optic打的比赛的场次也比较多 也是说到 因为他三场都是2比1 他其实有败场的 他是有输过三小张地图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耶一的一个平均ACS 还能保持在这么高 我觉得这是对他一个 个人能力的肯定 是的 再加上FNAS在影视秀座这张地图上 有过非常经典的一个指挥 就是整个对于中路窗口 以及B点 以及A点的一个环绕型的指挥 其实FNAS这名选手的指挥能力 也可能会在这种大赛上 给Optic提供一些帮助 就是论底子来说 Optic确实是要比 AX更雄厚一点的 但AX有什么 有一股冲劲 每名选手感觉就是 大家都很年轻 都很富有活力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如果一旦把Optic 第一防线冲下来之后 Optic其实回防下来 也很难去操作 是的 那我们就先欢迎一下 两支战队的选手入场 VCJ Zither Harp Death Finesse Erin Victor Cryo Craft cheese Syker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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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마 Craft Bot Bot Craft 加入了这个行列 可能是因为 奔开可能还没有走 我觉得他应该会 给Bosser出很多点子 对 Bosser其实本身 就是一名很活泼的选手 是 好了 下面两边的选手 已经围成一团 就是话是人在叫话了 要讲一讲 跟选手之间的一些 在这场比赛的 一个注意事项 或者打打气 对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 XSET他现在有一股气 那两支有一股气的队伍 一个可以说是DX 另外一个就是XSET了 那DX刚才那一场 其实有一点点泄气 但是XSET这股冲劲 能不能帮助他 在这一场获胜 然后直接到 胜者组的决赛 就要看赛前的古镜程度 是的 BCJ这里很酷啊 今天带了一封墨镜上台 是 他一直都属于这种风格 就酷酷的 感觉很潇洒这种感觉 是 而且他在比赛里的 一个风格 其实也是类似的 他就是 他不是那种 就传统意义上的 我放完技能 在后面等着 等对方过来 他是很喜欢去主动 去补枪的一名选手 对 进攻性很强的 一个算是打突击位置的选手吧 那OPTIC这边 也是刚刚鼓完进之后 今天 他们进入比赛的状态 会怎么样呢 还是不是会延续 这个第一张地图 会被对方拿下来 那我觉得 如果他第一张地图 让XSET拿下来的话 XSET那股气 可能就又要 要往上涨一些了 对 现在XSET就是 进攻防 可以把OPTIC当成防守防 OPTIC就要防得住 对方几波的攻势 然后瓦解对方的攻势 之后 击溃对方的心理 对 那马上也要进入到 双方在影视车手 这张地图的一个阵容选择了 因为这张地图 其实都没有出现过 在这一次全球冠军赛中的话 会不会有所辩证 毕竟还是经过 跟上次各本汉克大事 他还是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对 我觉得这个 辩证应该是会有的 因为在最近这些版本 调整还挺多的 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的一个英雄选择 Zakon是选择了雷兹 哇 Zakon的一个雷兹的话 其实也已经变化了 因为上一次在这张地图上 他们打利维坦的时候 他是选用截封的 是的 然后Kryo依然是 比较值得期待的 这个盛伯乐 然后对阵耶语的这个位置 然后Vegasen是选择了不死鸟 哇 就是我觉得Optik这次是来学习的 从Fanatic身上学到了 铁皮加霓虹的威风岛屿 这一下肯定是从 Tim Liquid那边学习 就学的都是 EMA赛区的阵容 但Vegasen 他其实是最早一批的 这个不死鸟的专精使用者 他最早实际在北美赛区的 不死鸟非常非常强 一度有统治北美那种感觉了 而且这现在Optik 是选择了一个双防守 他是奇乐加顺伯乐的 一个防守阵容 那你不管哪条路出来 对于断后的信息 以及点位里拿信息的能力 不让你单摸的方向 是非常不错的 刚刚想说的就是 不死鸟这个英雄之前 影视修所的这张地图 也是他上场率最高的地图 对 包括像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个 试衣火 对吧 Centrum多斯的选手 也是每次在影视修所这张地图 会选到不死鸟这个英雄 是的 而且不死鸟这个英雄 其实在这张地图的A小 这条路上发挥空间是很大的 对 而且石神他的一个个人打法和风格 也很喜欢走A小 这种拐角比较多的 能发挥他比较强势的一点 我们也可以从目前给到的 这个地图腐蚀图上 能很清晰地砍到 这张地图宽度很宽 ABC嘛 三个点 是的 那现在上半场的话 欧阶哥应该还是会防守开局 因为他们选出这套阵容之后 我还是挺起来他们进攻方向的 进攻方向应该要靠Victor的进点 而且之前说到了 因为不死鸟的大招只需要六个点数嘛 那如果进攻方的话 我觉得C大的那颗能量球 也是可以稍微控制一下的 对 主要就是C大这个能量球 要看两个圣伯乐间的对决 其实不管是在首枪局金牌猎头 还是在这种孤高火力 以及这种明居的队位来 也好 就谁能占了C大 其实能给队伍创造很大的一个优势 没错 那就进入到双方的第一张地图 影视修所 这张地图是由Exit自己选择出来的 而Optic在上半场是选择了防守方开局 对 目前两支队伍已经是准备就绪了 我们来看一下开局的一个具体的录位情况 因为这张地图 其实两支队伍在之前的一个训练 包括比赛里还是打过的 只不过是在近期里 没有在正式比赛当中亮过相 来看一下 发枪情况会不会有 因为威斯特最近的一个待遇还是比较好的 换了一个英雄之后 没有 这次是让他自己起了一把狂怒 狂怒加一个闪 然后这就是他的一个手枪局的一个配置情况 是的 看来整个Optic还是想冲一下近点 然后远点帮忙架枪 我觉得可能中路的概率会大一些 而且两边的圣伯乐都是起出了鬼魅这一把枪 因为现在圣伯乐的金牌猎头太贵了呀 150块钱一发 来了中路 X的看一下 他们这个是选择了 先给车库一点动静 然后直接攻中吗 这个是不是会有点简单 但是Optic四人已经是来到了中路防守了 这就是熟悉的研究 来了 先给一个闪之后 两边正面打了一个二换二 但是好像FNC有点不服气 要拉出去 暴能器已经是掉在了B点了 车库的Cryo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残血的状态 X的两人已经被卡在了中路 动不太动了 我想要提速B点下包 所以暴能器进得很快 没想到点里是个四人的重防 嗯 X的一听这个枪线就觉得糟了 但是现在暴能器掉在了B点 你必须得进这个点 先给一个黑杖找人 鬼眼立刻被打掉 Crush在B点门口 燕里就在等待对手 风一边打一边 哇 这狂怒在近距离的收益实在是太高了 哇 这是Optic 给X的有点上课的感觉了 X的在首相局可能习惯打B点这一个点 虽然说这一次全球冠军队下 他们没有打这张图 可能很多人遗忘了但Optic可是牢牢的记着 对毕竟是北美顶尖的两支队伍啊 所以他们平时的训练也比较多 嗯 甚至全手私下的关系都会非常好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他们猜到对手打B点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嘛 是的 而且B点里面的话 这一局知道对方进入到Eagle了之后 给到了是其他的技能 包括Victor在B点也是随时可以往前压 嗯 但这张地图其实从阵容上来讲Optic是有防守拿分压力的 因为这张地图他们这个阵容进攻是很难冲得起来的 因为第二枪线其实很难跟得上Victor 对 所以说防守要尽可能的多拿分 C点直接给了个单向 燕有点劝退了之后 A点已经有一个人摸到了近点 就是Cryos后面有燕一帮他 一勾一打一勾一打经典战术 Cryos这个位置交了个回旋条 但他手脚底下有一个闪转自如 所以说他只要不拉的话问题就不大 第二时间再给车库的一个暗兽 但是车库里面的纳米风群 Vinance都经验老到啊 你只给一个暗兽 我连纳米风群都不猜的 这个黑帐也是很细节的 盖掉了对方的一个烧街炮台 对 那么还是要打中 因为这个中加C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些收益的 这个回应好像第一时间没有看到 Vinance后有掩体 Vinance刚刚还很细节的 想去背一下对方的闪 但是对方并没有第一波Rush 那么现在Exit是尬在了整个外围 还是最后选择了打A点 A点有耶义的飞将啊 耶义的飞将可是他的一个 招牌的一个枪械使用 尤其是在打没有假的人 101一枪一个 一枪一个 完了 第一枪械位的Zekon 已经倒了 后续的人 现在转点有点来不及 只能一个头皮上了 这要打靶了呀 两枪没中之后 直接闪转自如到后面了 但是时间20秒钟了 只能打B了呀 现在去打C的话 可能会有点来不及啊 还是要选择中加C啊 车库这个位置 第一时间其实是可以进的 那现在 Vinance有一波刷屏的机会 给了一个暗眼之后 推走了对手 但是这个车库门口 没有人去亲啊 正面 Vinance强行换掉了两个 但是后续的Vinance已经补防到位 时间已经不够了 时间已经不够了 Cryl捡了把枪 想跟对方就换了 但是在眼内的 他直接拉出去 被对方的Vinance强出2比0 那还好说 他也是有阵亡的 要不然的话 这一局的经济 可能会比较尴尬 对 没有安装完爆能器 那如果你没有阵亡的话 就可能算你宝枪 是的 没有一个连败的经济补偿 那这一局 Optick也是掉了两把枪 对 Vinance强行换掉了两把枪 这要给到一些 有经验的老将 说不定直接溜了 但是他就觉得 我要拿一个点数 也是比较不错的 来到了Exit的一个长枪局 现在这个大招的积累 Finance这个大招 其实来得有点快的 作为防守吧 是 这个的一个大招的话 就要看Zep 有没有技能可以针对一下 A点的山崩地线 但是现在Optick是 A点A大留了两个人 给出队伍一些预警 如果对方有人走A的话 他是可以第一时间 去做反馈的 Fryl和耶宜 真的是两个 箭头人物 每次在第一枪位的时候 感觉两个人都会有所碰撞 但Fryl也是很有耐心的 在C点等 看有个人往前压 因为这张地图 圣伯乐一般都是在A 或者是在C点 两个人相遇的概率会比较大 尤其是C点 A点直接给了一个 隔断的防守烟 而且是一个3A的防守 因为A点其实是很难回防的 所以Optick也深知这一点 在枪械劣势的情况下 用人数来堆一下 哎 这个手臂是看到了 嗯 Cryl我甩了个手 现在发现他也他应该也看到对面了 所以选择去后点去架 Victor已经是交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闪 但是收益好像并不高 我幽爪也交了 其实在A点这个近距离的范围里的话 Optick其实枪械也不算特别的劣势 就现在这个Exit有点被逼的没有办法了 选择打中路 长枪局打中路 这真的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吧 孤注一致了 硬进 再不要叫山峰地线了 鬼眼彩雷飞剑全交 第一时间的纳米风群 是拖延你安装暴能器的时间 不难是再来 但是高点已经上了一个Zekon 第一枪前已经是站住了 再给一个火 但是这个暴能器 其实可以在特防安装的 已经安装完毕了 但是窗口的位置已经有人出来了 Crashers想要占据窗口这个位置 所以进攻方式很难退的 但是有一个贵宾线型 所以还是很难去操作 Crashers去找C对方的一个背身 但是好像要被耶一找 两个人是并排相走 但耶一好像没有看自己的右边 露了一个脚步之后 知道了对方的Vigator开大招了 所以直接退到了后点 两边再次相遇 Aaron是断掉了对方的Crashers 那Vigator就尴尬了呀 是的 大招回来之后位置被和死了 被传板传掉 Crashers也是帮助队伍 拿下了最后一个击差 帮助队伍拿下这一分 上次Vigator这个位置 好像是打了一个 开着大招的Scream是吧 所以他这个位置 就只剩一个人的时候 大招回去还是有一点危险的 上一次打Scream其实是 在亚海拳身上他拿Tail 然后过去直接找了一个 大招回点给他刀了 对 就是不死鸟背支配的恐惧 每次大招完了之后就会比较尴尬 但这个回合的大招 我觉得Vigator 交得有点小伤 因为本来不死鸟的大招 是一个非常好的节奏点 对 可是现在的话 输掉了这一局 自己还有一点经济 选择从中路前推 Exit终于好像是缓过来一些了 所以选择了一波A点 给了很大的动静 但Vigator已经直接上窗口了 被BCJ架住 知道对方窗口人多 虽然是有一个规避线型 但是也比较担心对方强行拉出来 交了一个按照之后 把自己掩护到A区外围 那这样的话 打A的概率应该是比较高的 但是Exit先要在A外去等待一下时机 他们真的打得非常耐心 也就是因为这种耐心 所以Optic这种潜艇 也是会被化解 后面就直接在原点架你 我觉得Exit是喜欢Optic的潜艇的 是的 但Optic其实他们的防守能力是很强的 C点只留一个贵宾线型 一般来说贵宾线型 很少会放在C点的C长这条路的 对 但因为有其乐的存在 所以就比较任性 是的 上一局也是给到了A点里面 然后想重防一个A点 结果对方打了B 所以Exit一个最后不得已的选择上面的话 其实在下完爆能器之后的枪线 还是绕得比较好的 是的 Exit这次其实成长还是蛮大的 以前他们应该就只是直接就弱了 但他们现在选择了一个转点 还抓到了对方在B点的一个防守真空期 我又是这一套技能 爆能器BCJ还是能比较轻松的安装 因为没有什么伤害性技能就打断他了 交一个安装想把自己掩护回去 哎呦 连人带安装一起打 呃 人和技能我全都要 现在Crushes反轻了 反攻的号角 Cryo躲在了板后 但板后这个地方是肯定要被轻的吧 真的不轻吗 强行去轻正面 这是一个选择 这肯定已经架出了耶一 但是板后的Cryo是没有人管的一个状态 Buff的这个位置可能要被打 他有机会打对方一个特色 但是Cryo已经是进到了点内 两个人相遇之后还是被撞掉了 但是Fness在点内是打掉了三个 但是包点有一个单向烟 这个单向烟很难受 对方已经知道他没有再拆除暴动器了 Deep这个位置应该是不会被猜到的 没再看一眼 17滴血 哇直接穿吧 嗯没有办法 这个位置其实Deep有点无敌的 他是不会被猜到的 对 因为在中路其实窗口这个位置已经打了很久了 对 屏风后面的一个信息 还是Optic这一局输掉的关键吧 因为上一局Exit在BD安装暴动器的时候 他屏风后是给一个黑杖的 对 所以Victor把那个位置踩下来然后开大招的 但这一次居然没有轻这个点 Fness这波已经很帅了 反应很快了 对左打右打赚了三个 但是最后这个EV1BATTLE 因为Fness血太少 他不太敢出去找了 而且时间也不太多了 是 那这样的话Exit也是把比分追平 并且把Optic打到了一口局 是的 那Fness手里的大招也是戳闻完毕了 但是对方有DAP的铁币啊 他的矩阵一波应该会看到你的全面封锁好的情况下 捏在手里不放的 对 做一个技能的一个Counter 而且这小技能Counter你的大招是很转的一件事 叶琳直接交A点有点动不了 第一时间鬼眼反清一下 但是这个暗兽已经是追到了Fness A点安装暴动器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对 那二楼的话Fness也是又有一个优爪 可能随时开枪了 那就直接给技能 但是现在Fness没有必要去交这个大招啊 全面封锁如果交掉被对方Counter就很伤了 你看现在DAP手里的这个矩阵一波一直就捏着手中 他不动的 回防给的一个黑杖是给到了A响 那A大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全视野 一直往下跳 正面散给的非常不错 Fness跳起来是打掉了对手 但也已经是被对方的高高火力拘掉了 正面的枪械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BCG收割了 而且XZ知道自己有枪械优势就在典里等你一个个落下来 他们永远都不知道对方最后打哪个点 在于一个防守位置的调度上面的话 他们虽然说有奇乐和圣伯乐 但是在拿信息方面 每次XZ在最后30秒钟觉得那个点 通常都是Auptek真的就是放手的那个位置 对 关键还是两个队的长枪回合那个对决 打B点的那个回合 有那一分没有拿下的Optek来说会比较伤 虽然他们这一分以后的配合还是蛮精彩的 就二楼的三点爆破配合正面的一波 从二楼窗口的跳下 对 但是Kryo的这把孤高火力有点无解 就远点的枪都架得太爱死了 而且没有人出现失误 是的 一般这种劣势的回防 正面两边都不失误的情况下 这个Eco局的一方是很难打回来的 对 之前在很多次影视球资的比赛中 看到很多队伍都是因为放A点输的 就是因为A点不好打回防 那看一下暂停完回来之后的Optek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尤其是对于对方最终一波进点的一个counter吧 会不会做一些什么特别的改变 我觉得Exit现在有一个点就让Optek很难受 就是他们打得很慢 是的 就是他们会拖到很后面的一个回合 或者是最后的40秒左右他才开始发起总攻 这个时候你再去布置防守的一个兵力就有点来不及了 对 这也会让Optek有点不敢前压 不敢前压导致的后果就是你回防的时候统一的一个路线 没有人绕后不能把枪线给铺开来 前期又是给一些鬼眼的侦测性技能 只能看到Exit依旧在家里这边没有往前走 对 现在Exit已经把慢打发挥到了一个 让Optek有点难以接受的一个环境和境界了 但第二时间还是决定要往前压的 我觉得这张地图 就算你不出这个A点的区域 你也把A大前点给控制住 我觉得这是Optek做出的改变 是的 但Exit其实也很聪明 他虽然是打慢打 但是他总会获取一些信息给对方某些点的一些压力 先给完A再给车库 车库完了再回A四人的A外 现在就看关键这个闪能不能背过来 Zip应该会交一个闪的这个位置 或者是给个山崩地线 我觉得没有暗瘦的话 这个点应该没效果 哎呀他没有给 Tayley维健波再推一个暗眼 实际这个位置有点动不了了 还是没死的 交了一个闪之后反清 BCJ的一波大声 被直接收掉了对方的Vector Quartius 两人A外都被剿掉 Exit依然没有选择打A 选择了转移 我Exit今天太严谨了吧 这有点像D2X的打法 没错 30秒钟最后选择问A点走 因为他们车户外面留了一个人 Cryo其实在听一个路线 对 那么现在所有的压力给到了A 他这个回合是一个名剧回合 非常的关键先鞠一个 下来把对方离魂打回去 那现在C点有点不太好 进了16秒 这要选择哪里 只能选择打B了呀 但是A压的Marvel已经是收掉对方的Aaron B点Cryo先收掉了对方回防的一个Fness 身后的Marvel没有失误 架掉了Cryo 那这一分应该是打不了了 最后只剩一个Zek 时间已经不够了 Marvel可能要被打一个侧身 他的脚步是强行漏着的 但是Zekon这里也是 没有能够拿下这一局 而且耶翼起初的名剧第一回合 也是起到了效果 关系他名剧没掉 这对于对手来说 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 虽然其他人的钱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耶翼的大招 已经马上出了完毕了 就是耶翼至少会有两个回合的 这种狙击枪的压力在正面 对 没错 这波A大的前景 以及包括后续A点Marvel 再次第二时间出来的话 是Exit完全没想到的 是的 Marvel的这名选择 我们之前说过了 他在今年第一个 就是雷克亚维格大师赛的表现 是非常出色的 对 如果状态迎来的起伏 我们看一下 这一锅好像是要快攻啊 先给一些压力 还是老套路 知道Optik要打控图了之后 我觉得Exit应该是拿出了Plan B 打默认了 第一套计划的时候 可能拿到了一些分数 那知道你会通过暂停改变 这时候 Cycle肯定也是跟他们布置了一些新的东西 对 主要就是打默认了 之前我们可以看到 Exit的都是四人抱团 或者三人抱团 让Cryo自己去玩 对 自己去找机会 那么现在变成了一个221的一个站位 防止对方在某些点位的这种潜压到很靠前的一个位置 而且刚才那波A点给到的压力 也是让Optik再次失去了A大的控制权 这样的话 它其实每一路的一个区域都是比较靠后的位置 所以A点感觉又要放手了 如果Exit的打A的话 又是一个五个人的回防 但还好 这个回合Optik是有资本去回防的 因为他们大招比较多 虽然对手也有这种技能 但是精雷卷地 你像现在这个技能 它就要用来轻点 它进点的时候肯定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虽然你这个点内可能没有人 现在 我感觉Optik的站位这三个人 可以规避这个精雷卷地 第二时间很快的反场 很快来的 Zek是用自己的玩烟火 装载强行炸掉了对方的 二楼窗口里混烟的人 这应该是一个鬼眼加混烟的配合 这个有点像灵这个英雄 在二楼的一个打法 那么现在 点内还是被Exit进攻方 站了下来 A点二楼是由Crushes 两人的回防 但是现在耶一是把明居啊 这个回防其实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 是的 Crushes要交叶灵吗 直接交 要反清 要硬打 应该是你闹了三楼四个人 现在关键 Dep手里已经没有矩阵余波了 所以这个全面波索 是没有办法反制的 Fnance 直接凭借着这个技能 看能不能跟对方去换一下 把这个点位先站起来 给耶一先狙击的空间 拉过来耶一先狙一个 四点出肯定会有人站 这个timing 应该是知道的耶一是直驾这个死角 给了一个山盟地牵 但是耶一被震到了 震到了一瞬间 也是把拆爆的Fnance给打掉 A小侧身位 因为时间不多了 虽然暴能器拆到了一半的 Optik必须要进去 进去点内拆除这个暴能器 所以也是被Aaron偷到了一个被神 这就是我们赛前所说的 Aaron作为一个烟味 他在防守防 或者他在残局当中 给出对手的压力是很大的 对 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前跑到A小去的人 也是因为Optik没有人绕 或者情况下 他们A小能够是很安全 最后可以跟A大打一个协同普将 这个暴能器A大一小都能看 我觉得最后这个选点有点尴尬 就耶一正好是站在了这个山盟地牵的位置 对 如果他能够狙掉拉出来的Dep的话 其实这一分其实是有机会拿下 但是Dep这个山盟地牵交的位置也很刁钻 因为Fnance他已经不松手了 很相信队友想要一拆到底了 但是现在Optik又陷入到了一扣局 他们的暂停为他们赢来了一分 但是Exit的临场应变也非常快 但这一分其实Optik的大招 还是有一些压迫力的 毕竟是有耶一的孤高火力 但是Cryo也是有一把进攻名决 所以两边可能会有一波交战 狙击枪的对位 但现在Exit的经济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就他们现在连拿了几分之后 其实拿分的时候主要没有付出太大的代价 Optik赢一分最后只剩一个耶一 所以代价会比较大 那就要说到其实到目前为止 Exit的Anti-Eco做的还是算不错 因为之前有一个数据就是Exit的Anti-Eco的胜率 不算特别高 但是现在Optik其实控制还是比较不错的 A点和C点都控制了前半段区域 是的 BCJ给车库一些阳攻 但他没有大招啊 这个阳攻的说服力可能不是特别的高 那MARVAL也是很懂啊 直接给你车库挂个单向烟 这个时候你也别想进我的车库了 那只能给终点压力 但是这个B点还是一个弱防里面 其实其乐和圣伯乐的技能全部没有给到 而之前Exit的B点下包成功率是很高 嗯 还是要车库加C 最后决定了 好 要来一波all in了 看远点MARVAL的勾得好不好吧 能不能给FNES转抛一些机会 勾到了 再勾 这个暗兽有在下 FNES这个位置是肯定要被禁大远小的 但是点里的MARVAL是打掉了对方的ZEC 关键最后的一个双方选手枪械的差距太大了 所以也导致点内直接是被攻陷下来 长野闪直接拉 风刺强行打掉一个业翼连举两个 但是被对方的Cryo拘到一个侧身 这就是人数优势所带来的枪械优势 或者是枪线优势 这第一波进点的时候Optik还是守不住 Exit全技能给到的那一瞬间Optik典里的人 换人的人数有一点少死得有点快 让补防的队友其实操作空间比较小 但这一局毕竟也是Optik的以后局 对 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事情 就是Exit每一次都能避开叶翼的防守点位 对 叶翼其实是做原来是在C 他转到A 然后他在C的时候对方打A 他在A的时候对方打C 或者是打B 就每一次叶翼都顶不到第一枪线 所以叶翼的收益一直打不出来 这个是圣摩勒作为防守防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而且真的很委屈 因为他其实都没有开枪 但是一开始 哇 这一回合是直接被混死了 好不容易赌对了一个点 但是运气不太好啊 关键他还是买着明居 是很伤 哦 这个穿板直接把Cryo穿到了15滴血 Cryo一看这种情况不妙 溜了溜了 先跟自己的队友会合 A大这个位置已经是被进攻防掌控下来 虽然这个闪站得非常的好 但是Victor不知道对方A大的人太多了 三个枪线舞蹈的一个扫射 直接把Victor给秒掉了 那么A点已经是在一个进攻名牌的情况下 看一下Crushes能不能用明居给队伍带来一些收益 A小的往前压又是一局 Cryo失忽滴血的支架 但是MU的还是找了个机会压了出来 这个位置还是清不了啊 失忽滴血 Exit Zaken是用自己的一个小推车扎掉了对方的Crushes 后面的贵宾先行已经触发 Bendance绕后的动静Cryo也是知道的 嗯 两个人是一个在A大厅外 哎 看到墙管了 知道人的具体位置 那应该是稳稳地能够收下 现在双方会合 弹局的2打2 Optik这是上半场比较珍贵的一次机会了 如果这一分再拿不下来的话 我觉得上半场的比分要被拉开了 MU的手里还有一颗烟 哎呀 他要封到哪里 两个人想要从A小补枪 但是这一颗黑帐其实他们有点难出 嗯 虽然用一些这个 侦测性的技能先把烟外A小外面侦测一下 但是他也是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两个人协同看到墙管了 侧身直接是被传掉 艾伦打掉MU的时候 现在这个操作也就不太好来了 一个鬼眼照出了Fnance Fnance只能强拉 在这正面的对枪 已经是被BCG预判到了 太绝望了 黑帐消散的时候 有一个幽爪又落到了他们的脚下 对 对方的这两个最后手暴能切的人 有一个黑幕的存在 导致你这个路线很难 对方全是侦测信息 关键还是A点的夜已掉得太倒霉了 艾伦直接被穿死了 而且正面 其实Victor这个闪打的是非常漂亮的 他闪到了对面正面几乎所有的人 但是 人太多了 就每个人对着这个玉秒点 忙着开几枪 Victor就直接死了 好汉架不住人多 对 现在又是来到了Optic的一个经济局 因为他们现在经济一直滚不起来 每输一局就要EKO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Victor这个不死鸟的大招收益 一直没打出来 所以他大招已经好了好几个回合了 要不然就是在EKO 要不然就是像刚刚那种情况 直接被打破点了 而且EKO的Optic有点惊弓之鸟 C点给了一些技能之后 五个人都是大脚步往C点做一个挥防 因为枪械劣势比较大 如果被对方安装了暴能器的话 就已经没有什么翻盘的机会了 Cutrix被穿到一滴血 这个穿板没必要啊 这小枪穿大枪其实风险很高的 PinPinZekun的一个76血 就看看Cutrix 是的 但还好 毕竟Cutrix其实他就算满血 所以这个开枪的次数机会也不多啊 就是给到机会的话 主要也是看第一发能不能命中 我小地图上看Optic的五个人 真的是来回走动 完全对于XZ后续的进点没有信息了 也是因为Cutrix自己是一个全技能 我觉得他还是要看一下暗兽和鬼眼拿到的收益的 对 他现在身上技能全在 但是队友是零信息 三个人堵在了B点里面 对方已经进步摸到了C包点里面 这个特身给到了Flyce 几乎他没有抓住 反而被Cryl有一个转身给鞠掉了 那这样的话C点又可以比较轻松的安装暴动器 机身直接硬冲 这个暗眼加闪给的非常的好 Vector冲掉了对方的一个人 但是4点有一个Zekun 76滴血依然能够去有比较强的战斗力 最后只剩个一滴血的Crisis一级烟疫了 Crisis一发 一滴血一发 哇那这三个人强架 Crisis碰一下就死啊 哇三架 一碰就碎 我觉得Vector在这一张地图应该是有练过的 刚才能看到BCJ安装暴动器的时候 他给到了这个180度安装暴动器的点位 一个远距离的火热手感 但是笑一火的话 只是打断一下对方的安装暴动器 实质还是不能拿下这一分 也是让Optic在上半场直接把两个暂停全部给叫了 是的 第二个暂停叫出来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这张图 说了Optic是有防守拿分压力的 他们现在好像情况很不乐观 再加一个就是 现在Optic在回防阶段和正面的一个能力 协同是没有打出来的 是的 我们经常会看到 当Vector交出闪打反清的这一波的时候 绕后的人还在一半的路上 是 正面打完了 那绕后的人也刚刚才到 对 然后那对方直接把这个枪口一转 所有人都对着绕后的人 那其实Optic一直是处在这种很尴尬的对枪环境下 是 而且每一次的潜压其实也会被Exit侦查到 那Exit侦查能力其实也是靠BCJ的暗兽 它的一个清点 我觉得它的暗兽效率特别高 每次基本上它走暗兽的时候都是对方友人 像是刚才 刚刚想从B点进行一波潜压的cratches 就被一个暗兽发现了 差点被穿死 是的 最关键就是现在燕翼这个点打不出来 我们都知道Optic这支队伍它是一个比较依赖于燕翼 个人发挥 然后带动整个团队的一个打法 是的 那现在燕翼的位置的话 其实在比较安静的情况下 对方也是能够侦测到 Optic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前顶的尝试的 毕竟他们之前拿到的那个分数 除了首相局以外的那一分就是靠A点的三个人前顶而得到的 没错 看一下这个暂停结束回来之后 燕翼继续明居 我们之前说过燕翼这名选手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使用明居的选手 而且他的明居收益也很高 但现在燕翼的发挥空间真的太小了 Victor要不要开大 用一个再回一回把A点的控制全抢下来 但是现在A点给的压力比较多 队友没有办法做他的保镖了 因为要去看A小 所以派了Marvel的野回防了 嗯 这个墙也给了 Victor只能是先退回去了 感觉这个A点两边在互换技能上面来说 其实是个军事 但是这个时候忍不住了 Victor直接开启自己的大招 再回一回 先拉出去跟对方一个人换掉了 也算比较好的一个收益 而且掉的是对方的烟啊 这Marvel的黑杖是给的特别好 还有一个闪 Zaken和BCJ两个人是遭遇 两个人是相遇 然后想去抽一下A小这条道 交闪闪得非常的好 归岩也招得很好 但是Zaken呢 这个时候装在了马安焰火 Victor没想到啊 你不想伍德 说好的对枪呢 这个时候直接开大招了 那 Eric就要说了 你就是再回一回打的我 那我们的决斗也是用马安焰火 把你给处理掉了 三人的一个墙拉 中路的窗口跟对方打了一个一换一啊 叶翼直接是往C点去转移了 叶翼这个提前落位的习惯非常的好 但是对方的闪 这个闪点爆破第一时间给的也很不错 叶翼第一时间已经是被贴了眼了 他还能操作吗 叶翼赚了一个 切成金牌链桃 但是侧身为一直有人 叶翼正面顶不住了呀 他的队友第一时间还没有支援到位 Marvel的正面对掉了对方的BCJ一打二 Cryle 来哦 还吃到了一个叶翼的效果 OPJ现在只要拿分就可以 连线来 但是听不见的情况下打掉了一个第二个 哇 血量太少了 对 Marvel的 简单单的啃下了这一分 但是这一分 还是叶翼他的落位太早了 对 我觉得第一时间狙掉了一个 就是Dep这个位置在整个团队体系里 对于Exit来说是非常重要 他的一些技能收益其实是非常高的 打到目前为止 而且对于叶翼 我觉得Exit还是有一点忌惮的 叶翼在狙击枪第二时间 他们都不敢第一时间 去补就是因为金牌猎头 切出来的速度是很快的 就是没有一个换单的间隙 给他们用来补枪 是的 哇 这最后一分 其实拿的还是挺悬的 还好当时Crushed 把自己技能all-in了 那现在 Optic现场的观众也很多啊 对 来到了上半场的最后小分 那Optic的站位方面的话 又是靠近BC连的地方 派了很多人 耶的明居前压抓机会 这一局没拒到 但是身后的Marvel跟对方打了一个互换 闪换烟 我觉得Optic有点小亏 但是Deep的第二个精雷选递 有可能会被淹掉 因为我只记得他放过一个 啊 A点的前压 Vector也被抓到了 那A点其实是完全放空的一个状态 也已经在动了 他在往A点去转移 防守方的一个 进攻方的一个Aaron 直接用自己的离魂 先跟自己的队友会合 现在Optic有点慌 找不到这个Aaron的位置 中路的Zekken也把这个 汇逼限期打掉 但是自己打掉的一瞬间 位置暴露了之后 被对方打了侧身 啊 那这样的话 A点只能是强劲了 耶一走到二楼窗口的时候 对方已经是给到了黑杖 是的 看到了你自己家 Zekken的走位就知道了 那队友肯定在A点 跟你打一个会合 这个时候要等Quarsis的一个鬼眼 鬼眼在等timing 鬼眼丢 先丢优爪 反守的一个夜灵 但是夜夜还是被Quarsis夹住了 我觉得这个鬼眼 是给的稍微晚了一点啊 那正面 看一下能不能凭借这个全面封锁 强行拆除暴能器 因为对方只能 只能是推到原点去 好像还是有点难 第一时间低包的时候 Quarsis已经到达A大这个位置了 剧掉一个 孤高火力 孤高火力的统治力 这个时候已经是得到了 一个充分的展现 太快了 而且我觉得XS的思路特别清楚 因为他们先掉的是DEP 所以Counter Finance全面封锁的人没有了 他们就知道 Finance有大招的情况下 如果我在A点下包的话 他一定会给全面封锁 所以这个暴能器 最后安装的位置 也是给了Quarsis充足的发挥空间 是的 而Quarsis回来得很快 你知道吗 他直接从A小绕了一圈 回到A大 但Optic第一时间 其实还是搜了一会儿点的 他会在点里找一找 有没有隐藏在点内的人 或者是靠近 全面封锁边缘附近的一些人 A大左边那块区域 其实还是覆盖不到的嘛 那个区域还是最容易 藏着那个位置 对 那么上半场战霸 Exit是8比4领先 虽然这是一张进攻图 但是Optic拿出一个 全新的防守系的阵容体系 收益没有打出 想象中的那么高啊 对 但是尤其是我觉得Vicitor的 这个不死鸟这个点位 在防守方 没有太大的一个攻击性吧 都是在后点 做一个回防的情况下 其实效果就不会特别好 尝试过闪出 但是有点架不住人多的情况 Exit还是在上半上 把比分领先了4分之多 我觉得这4分有很大的原因 是首先 A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发挥 就他很多发挥 都是在那种残局当中 很无奈的那种发挥空间 其次就是Vicitor 这个不死鸟的一个发挥 没有打到特别好 当然了我这个毕竟是防守嘛 有些时候他其实是 不受自己控制的 对 那么接下来下半场的 一个进攻端 Vicitor和A也这两名选手的 压力就会比较大了 而且我们就说过 Office的因为大三经验 也比较足 他们其实在这一次的 BO3中间的话 很多次都是在第一局 别人的自选图上 自己尝试一些 新的阵容的东西 没错 有成功有失败的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 他们要最后 在这双地图上 敲定阵容的时候 毕竟的一步 现在的话 他们在这双地图上 尝试的布斯娘上半场看起来 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 就要看换边以后 Vicitor能不能带动 整个队伍在进攻方 做哪点分数 我觉得AX的下半场 应该是要和对手打对攻的 就守的话 也不太好守 对 就一定不能让Optic 第一时间进了点 打了人 安了爆能器 是 这三连一旦打完之后 因为两个防守英雄 就会变成优势了 大米风去拖时间 然后不管是贵逼限行 还是自动哨兵 都能去断你绕后的一个路线 甚至是能在爆能器的一个点位 能创造一些 这个正面对枪的优势 对 但是上半场其实 AX对于A的这个控制权 通常来说 比Optic要多很多的 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 雷兹加黑梦这样一个体系 所以如果他们换到防守边的话 有这样一个 抗部的采雷飞剑 加上优爪的技能的话 A这个位置 其实Optic也是比较难控制的 但其实我能感觉到 Optic他们的一个思路 就是想尽可能的让 鬼眼在家穿烟这个体系打出来 就是视野加穿烟 但很可惜 上半场只完成了一次 是的 然后第二次是很有机会 但是那个鬼眼 因为全面封锁的原因 第一时间没有丢出去 那么来到下半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阵容体系 就是要 现在Optic的难点 就是怎么去进这第一波 没错 进了第一波 后面就很好打了 数据上面的话 我们刚刚看到 Balance作为队内的指挥 今天上半场 有种带枪指挥的感觉 他多次的那种多杀 还是表现非常不错的 自己也是有一个 11-11的战绩 那XA在这里 就是跟野蚁队位的Cryo 在上半场 拿孤高火力 以及用进攻区的时候 都有不错的效果 16-8的战绩 主要正面顺 然后他一个人去断 或者去绕的时候 收益也会很高 没错 还有一个关键残局的发挥 优爪加彩雷飞 现在打窗口 正好是炸掉了 对手的一个贵宾线型 我呦 Cryo的一个金牌猎头 上半场的话 他其实是起了一把鬼魅的 但是下半场在防守方 觉得可能枪位更好一些 就直接起了个远距离 有一枪致命效果的 金牌猎头起了四发 嗯 没错 选手在上下半场的 一个选择是不同的 那么还是进攻方 现在是让Optic 让野蚁去单摸 我用你的招数来复刻一下 但中路的这个爆能器 安得很快啊 又看到一个背身 Dev手里是由闪点爆破的 两个人要包夹了 正面没夹住 22的血还是被野蚁给打掉了 在一环一 Dev已经给队伍拖了很长的时间 爆能器已经安装完毕了 看一下三打三的回防该怎么打 哇 小布 这三个人全部都在AB连 其实位置有点狭窄 野蚁开始发力了 他已经拿到了三杀 Aaron在绕后 这是三个背身 三个背身都藏在了一个黑杖里面 退出来第一时间 野蚁一个180度的转身 一颗带走了对方的Aaron 刚刚还说野蚁发挥空间不大 但来到进攻端之后 野蚁已经是给我们展现了他的个人能力 哇 圣伯乐突破 一个人摸到了A点 把A点的人全打了 配合上B点过来AB点的队友 神功形成了一波包夹 对 如果MARB的这边正面是顶住了对手 我觉得Optic这一分甚至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但在后续的一些对象环节上 野蚁正面给到的压力实在是太足了 我觉得这就是他太明白Cryle了 当Cryle闪转自如回去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摸A的机会 对 他太懂是伯乐会闪转到哪个后点位 那前点位的话我就可以畅通无阻 那Exit有点忍不住了 C点的前压 但是有一个问题 Cryle你有闪转自如 那Aaron怎么办 Aaron就只能交代在这里了 是的 隐恨于此 不过现在Exit依然还有一点点机会吧 我觉得现在就要看Cryle 那没事了 Cryle这个 点名环节哪怕 Cryle这个金牌猎头其实是为数不多的翻盘点了 这个建议传的位置有点抽象 DCG已经来到了点后 不过Optic仗着人数优势以及枪械优势 可以成功把C点比较轻松地打下来 最后只剩Zekan Zekan本来想从A大压出去 但是对方是一个是摩洛加奇特的体系 撞到了一个四中少兵 这次回来了之后又撞到了一个灰冰线形 我的天 这就是说的 一旦让Optic进了点内 他们就很好打了 这第一枪线 其实Exit也知道 所以他们不停地在前压去找机会 能不能先把对方的这个先头部队打掉 是的 每次前压的话 其实我觉得把FNT和AE的技能破掉第一第二个的话 那后续在第二次出来就有机会 但是Optic的进攻跟Exit就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他们就很快 现在Vector大招就差一个点 而且AE来到下半场之后 这个击杀术一下就来到了13个 一下子就马上要追上Cryo了 顶先了全队 对 关键现在Vector大招进度有点快啊 我觉得这个对Exit来说有点不太能接受 优爪加彩烈飞剑 但这个套路应该是被大部分的队伍所网到了 因为第一时间就要交出这一个不可再生的技能嘛 所以我可以等一下 第二时间再过来跟你抢地盘 穿板 要看哪一下这个技能灵球 但是我说实话 这张地图的技能就不太好吃 因为C点短枪的原因 能给他架的人也就只有AE一个人 但AE其实是要自己去找机会的 对 所以说Vector这个大招 可能是要等下一个回合再去释放了 这个回合应该 除非他打掉一个人才有机会 大夫现在有点纠结 他一方面觉得这里B点会来人 一方面又想要A点给一个山崩地线 帮助队伍往前打反清 他现在一个人要做的事情有点多 但AE很耐心的在等 看到了 直接给中了 对 给到 那AE其实作为目前整个队内的一个长枪 所以他的一个收益打出来的这个大小是很高的 哎 侧身位 Critz直接大小不过去了 Vector也过去了 大夫现在有点担心对方像上一个回合一样强冲AB脸 所以直接是退到了后点处 但是暴能器已经是安装了 可以看到两个纳米风群已经是丢到了包点 那么现在压力又再次给到Lexit 而且这个位置比较不错啊 五个人你会发现成一个阵方形 加一个窗口又留了一个人 漂亮 黑黑的也很好 也已经打了两个了 AB脸的大夫有点出不来 四发子弹 Vector强行冲掉了对方AB脸的人 也虽然最后倒掉了 但是Vector还在包点用大笔风群先出发第一个 艾瑞已经只剩残陷的状态 被Vector打了一个背身 这个残局给翻下来了 哇 而且把对方的两把黄毒也是全部给捡到 这个进B点之后 先是DEP的位置真的太尴尬了 他第一时间架不住两个大声位的人 第二时间又没有办法帮队友补上枪 打掉音域这个位置 没错 这一分Vector思路真的很清晰啊 他安装了爆能器之后 有了大招 然后利用自己的一个大招 去打AB脸帮了叶宜一波 把最后一个AB脸的DEP给清掉了 是的 那现在也是一个下半场3比0的Optick开局 但是Exit的暂停还是比较多的 刚刚说过 还有两个暂停 对 Optick上半场的暂停都是他们叫的嘛 所以Exit要及时止损啊 不想让Optick把比分给追平 Exit的要做一些调整 Optick的快攻 他们现在也是有一点扛不住 而且他们侦测信息能力比较少 前期刚刚看到DEP的位置就比较尴尬 尤其是A大每次给到一些组合拳 但是第一时间又听不下来 第二时间被对方占据了以后 他们怎么空图 其实Optick玩了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思路的一个转向 就是我们都知道双防守位 它防守的能力会比较强吧 但是Optick它每一次都能够去抓到一个点位 安装了爆能器 之后把自己的进攻方转化为防守方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进攻思路 但是难点就是怎么样才能进到点内把爆能器安装了 对 但是从目前来看Optick在进攻方 其实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对 所以Exit的暂停过后的调整 肯定就是如何阻止一下Optick的安装爆能器 所以他们可不可以把一些伤害类的组合拳 直接给到下爆的时候给到对方压力 我觉得退后点其实也是一个防守的方式 就看Sycle教练怎么去安排了 果然这个回合并没有去强制打 这个采力飞舰家U爪的一个配合 对 但是A点派了三个人往前做一个前顶 有一个烟雾隔绝 两边都在烟的前后 这个黑杖 这个黑杖两边的人在围起来开会 但是黑杖结束的一瞬间应该也没有人敢漏 感觉像是一个捉迷藏的游戏 当烟雾散的一个瞬间 每个人都在静点的一个转角 等着你 对 但是现在中路Cryo这个位置 有机会打个侧身 可惜 排名是抓到了 但是这个枪法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 按说应该也是扛了一发子弹的 对 有一个穿射的效果在 所以Cryo是40点 活了下来 但是第二时间进来 加上Fanace 在枪械优势的一个环节下 Optik几乎是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正面的对枪连续打掉两个之后 这个暴动器也是比较轻松的 可以安装在B点点内 而且也已在断A前压 C点又有规避线形 只能从正面回方 但是正面回方又全在对方的一个架枪之下 哇 这个暗眼再推出来 Dev有点无奈啊 车户外面的Aaron已经是暴露位置了 两个人的位置其实都已经是锁定了 Viktor还给了一个火 第一时间Dev有点出不来 又是Dev 大脚不想过来 但是Viktor也是架得很稳 打出的一个效果不算特别好 也也是打掉了Aaron 这就是我们赛前说的 断后 就你现在能感觉到Exit有点没有办法去绕后的那种意图在里面了 是的 而且Dev的位置每一次都是这样 就是他刚想出来帮队友补枪的时候 队友就倒在了地上 他第二时间有点不敢拉出来 没错 这就是一把小枪 所以我觉得在ExitDev的补枪效率上的话 来的可能更多一些 有些是他现在击杀数也不算特别多 我觉得现在Cryo跟上半场A的这个压力估计相同了 对 就他必须要用明军去找到一些机会了 而且他必须要猜到对方进攻的点位 那这一波的话 起到的局势有 三个队友保加护防 毕竟有要打能量球的Dev 拿完之后自己就有一个精的选择 但是Vepco也是控制了C点的球 I have the spike 这个点位都已经是被控下来了 还是要去选择打中了 Optik这一回合并没有跟对方硬打正面 选择了先来一步迂回 先控制一下地图上的资源嘛 因为我们三千也就是提到了 不死鸟的大招其实对于进点效果非常不错 而且大招需要的能量点数比较少 这张地图进攻方能吃的就是C点这一刻了 但是全部都从窗台上跳下来 背后有个Zacon 他没有露枪管 两个背身 这一下Zacon是瘫到了 打了三个BCG 再偷一个Fnance 接下来最后就只有一个Vector了 作为不死鸟 这个活到了最后有点尴尬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操作空间 主要是因为爆能器 直接是吊在了窗口这个位置 是的 Zacon躲的这个位置 真的有点刁钻 讲道理 就他第一时间是躲在了对方封的这个黑杖之外的 对 因为大家进这个黑杖里搜点 他是不会强行走出去搜这一下的 是的 打了一个对手出其不意啊 就这一波 很细节 第二次如果Optick在走这里的话 可能会搜一遍 但是他也是等来了 因为刚才上一局 XZ在A点坐的那个前压 通过黑杖消散的一瞬间 藏的那些位置 但是没有等来XZ的队员 对 没有等来对面Optick的队员 但是这一局车库这里是正好 是Optick的主攻方向 但这一回和Optick的技能比较多啊 不存在有大招 而且Crushes的夜灵也好了 Vector和Crushes双大招的一个配合 可以 讲道理可以先让这个Crushes开大 然后再通过地上的连线 让Vector的大招去找人 对 但夜灵的话BCJ其实也有 而且DEP之前也是弹到了一个 镜雷卷地在身上 来了 果然还是 没有个通过 但是还搜了一下这个点 很细节 鬼眼露出具 看到了对方的人的位置 但是正面BCJ选择硬点 二换二下来 三换二 一换三 最后打了个一换三 主要是有个不思想的大招 对 第一个是Vector的大招 这才飞剑丢的位置还算不错 给了个闪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今天卷地要交吗 我觉得可以保一下 应该交不了了 交不了了 交不了了 这个枪应该也要保下来了 第一时间 现在我觉得Vector的这个搜点 是比较关键的一个环 本来是经典一万四没死 这个差时低血 那最后Vector也是拉出来补枪 而且Quartius他这个大招来的 确实来到下半场之后 有点小快的 刚才刚刚放满叶灵 现在又三个技能点 主要他正面对枪的收益 打得比较高 而且还安装爆能器这样的一个举动 对 而且这一局正好是DEP不在正面 第一时间今天选定 是没有办法进行一波反推的 对 所以被对方成功的进点了 是的 那么现在双方的比分打得非常的胶着 9比9平 下半场Optic已经是把上半场的劣势 成功搬了回来了 现在所有的压力 还是我觉得Cryo现在这个经济有点尴尬 如果他能有明居 给到队伍一些支持的话 正面可能Optic还难打一些 但现在没有这个经济给他起出局 起完一把狂套之后 自己只剩250块钱 我觉得Cryo这把有压力的 他至少要打一个 这样的话他下一回合必有明居 必有这个孤高火力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打掉了 有了Cryo 打招只差一个点数 那现在Victor倒地之后 还要打A 硬着头皮强打 但是点内只能是进一步搜 你不能教技能的 因为队友第一时间都不在 也以第二时间才赶到 而且XZ是可以接受把点放给你的 就是因为他没有精雷卷地作为反场 但是Optic应该也是猜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们的爆能器安装了一个世界宝 就是哪里都能防得到的爆能器 但是点里要藏人吗 还是说走一个灯下黑的位置 Quartis肯定是要硬顶的 这个地方要是吹点后可能就打不了了 因为对方人数多 Let's go 精雷卷地卷了 要硬在点里顶 Quartis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吃了一个闪眼爆破 但是脸上丢了一个彩脸飞剑 二楼楼下的闪眼火直接是没炸掉 被反杀了 但是队友补上枪 是的 正面的一个对枪也以用自己的一个名鞠锯掉了对手 那现在弗兰斯在绕 猜不到 猜不到猜不到 这个位置真是猜不到 有机会能减下名鞠吗 捡回来了 那这样的话 关键回合 Exide是把自己的两个大招 凹印的几个情况下 还是没有守下来这一分 是啊 我觉得他们的思路是非常正确的 今天远地推到典里之后 二楼板下的人是通过玩眼火 但这个玩眼火 居然是没有把Marvel的给封掉 也是挺离谱的 感觉他瞄的位置是对的 但Marvel的刚刚看站位 可能是往前走了一步 通到背后去了 Marvel的没死真的太重要了 他反手出来 吸引一下对方的注意力 给Fnance留了非常多的一个绕后时间 虽然最后也很极限 对 但是Cryo现在有大招了 孤高火力 这个大招应该也是被Optik预测到的 哎呀 Victor回旋跳 依然是被摘了下来 两局的手死都是由Victor 交出来的 但是后续的队友其实都有苦上 那这一局少了一个突破位之后 看一下Optik要怎么进行 不过从上一份来看 Optik也不是很依赖于Victor Ari用自己大招离魂去找找人 果然 Yanye这边是在对桥上帮队友找回了场子 他先把对手的最威胁最大的一个Cryo给拘掉了 对 这一下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 暗手找人 但这个暗手搜点没有很仔细 没有搜左边 不过Crushes毕竟不走A大 所以他这个暗手其实第一时间也无伤大雅 对 但是Zaken有摸出来他胆子非常大 想要跟在敌人的屁股后面抓一些机会 毕竟自己是小枪 关键要看车库进的快不快了 能不能给到Zaken一个绕后的timing Marvel的这个位置 他以为对手会从A大这个路口压 但他并不知道对方的Zaken已经压出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对位 那应该是被抓太命了 没有打 还是打掉了 但枪也不敢解 怕后面有补枪 这就第一时间回到点里 因为已经有一个人数上的优势 Def已经是来到了点后 他手里有闪电爆破 交出来发现没有人 20秒钟的时间 追着预波 但是人已经出来了 正面的一波对枪 枪蟹的这个差距还是太大了 FN1一颗直接带走了对手 在爆能器的旁边 直接布置对手 全面放锁 防止对方第一时间来到这个点内 而且C长包 这是一个点内包啊 不是C长包 那叶宜的明居 可能要往前压的 叶宜在找刚才Zaken的那个位置 但是如果看到Marvel的枪没有被剪的话 应该也知道Zaken应该是回去了 这个花束行用一推出来就知道了 其实已经会合了 是的 这个花束行用没有找点后啊 两个人都在排后 正面的一个牙枪 虽然前几法没有命中 但是后面是打回来了 Aaron是打了一个叶宜的侧身 但是双方的人数差距 现在依然还是有的 枪械差距也在啊 11比9了 我觉得XS可能要交第二个暂停了 我觉得这一局 真的是枪械劣势比较大了 就像点内的Zap 拿了一把 封刺扛住点里的 FN1的时候 给了一个头部命中 但是FN1把它反杀了 对 这就是枪械差距带来的影响 你虽然枪法没出问题 但是你枪不行 对 因为这局XS的战术可以说是大成功嘛 上来把Vixx摘掉之后 又送A打前几点的Zaken 把Mavu的进攻方的烟味给打掉了 但是后续有全面封锁 我觉得这个全面封锁放的也很果断 是的 因为他每次都要抓对方 Deple可能不在的时间点 虽然我们一直知道 铁壁和其乐的技能上面 会有一些互换的情况下 但从我觉得上下半场 FN1的大招来看 每一个其实都是成功的 让全面封锁生效了 对 FN1是指挥啊 毕竟团队大闹 他的技能交互 肯定还是很有心得的 对 总是在最合适的时间 做最合适的事情 对 那么现在XS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Syco也是无奈 交出自己第二个暂停 看一下这个暂停时间 能不能让XS调整过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 Optic这支队伍 是很喜欢让1追2的 但如果他拿了第一分之后 他还会不会打 后面的第二三张图 还是要看一下 毕竟这张地图是XS的 他比较擅长的一张地图 所以说一旦被对手拿下之后 对自己的心态上 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 自己的主选图 而且上半场又有 四分的领先的情况下 下半场现在已经两分落后了 Pryo再次起出了明居 这个也是他很自信的枪械 但是A的击杀兽 现在已经到了全场第一 21杀 对 这就是说 为什么说 耶一现在在所有的观众心里 他都是圣伯乐很高的一个地位 甚至最高的一个地位 就是他的发挥真的很稳定 你只要给他空间 他就能够去拉扯去发挥 是 而且最恐怖的就是 他马一个稍微定位的圣伯乐 进攻方反而打得更好一些 是 更自由主 他的发挥空间会更大 防守方他毕竟 只能是被捆在一个点上 动不了 对 那么暂停回来之后 Optic是选择阳攻了一波 C点和车库 把对方的防守队员 全都拉扯了回来 但是A点只留一个 Cryo的民居 可能会给到一些压力 而且这个格点炎也是第一时间 让Cryo不知道 对方有没有去走到A小 这样一个位置 车库的话 爷爷这里也是想要等等 看窗口有没有人 Crysis这拨好聪明 他给了对方一个格点炎 对方现在不知道 Optic大部队动向 所以Crysis给A小丢了个鬼眼 就这个让A小的人 让A点的防守队员 瞬间来到了三个 这个时候再进行一波转点 那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多打扫 经典的多打扫 而现在Exit还没有反应过来 BCJ只能 对方人多的话 只能交大招拖时间了 这必须得交大招拖了呀 如果要强行打C的话 但是时间其实也是过去了 比较久 A点的话Exit已经是反清成功了 知道你A点没有人 现在只能是 先交大招找人吧 不交 对 鬼眼防守方 第一时间也没有办法去counter 现在中路的耶 已经是偷偷摸进来了 但是AB连这个位置怎么办 给了近点的一个大米蜂群 远距离耶 一波拉枪 瞬间一局带走了对手 但是还有闪电爆破 先给巨阵鱼波多时间 正面的一个金牌猎头 没有完成自己精准的一个命中 但是Optic在中路B点和C点 都给了对方很大的压力 这一波转变 属实是把对方Exit赚麻了呀 完全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 车库 Cryo直接被打了一个侧身 最后又只剩Dep一个人 这分只能保了呀 下回合是没钱的 而且来到对方的局点了 先把局保了 也可以啊 就刚才Optic这一波打的最聪明的点就是什么 先隔绝你A大的视野 然后给你A小丢鬼眼 让你以为我要进A小 去抢战这个对枪的一个优势位置 这个时候来了一波突然的一个转变 第一时间耶宜在中路其实是站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所以Fnance让整个队伍 尤其是当时Fnance自己给耶宜丢了一个纳米风群 这个也很细节 然后让耶宜狙掉一个之后 所有的兵力又被 这个进攻方Optic拖到了B点附近 然后突然再转一波C点 其实每一次Optic都打了Exit的一个时间差 是的 我们如果不是看小地图上可能暴能器的位置的话 看场面上的情况真的觉得Optic刚才那一波真的要在B点装暴能器了 但是他们那个指挥的临场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那个时候放松的点是C点 这里也有一个配合上我觉得Zacon和Zeph的一个精灵 山崩地线没有配合好 山崩地线已经是在Zacon被打掉之后才给出来的 要不然的话耶宜这个位置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危险 Dev那个山崩地线主要是防止对方这个安装暴能器 它是山崩地线加矩阵一波的一套连招 所以耶宜这个位置其实是不会被震到的 这就是帮助C点真的安装暴能器的队友进行了一波勾打 没错 那现在典里的话通过一个离火而骂不得已经进去探到了一些信息 现在Exit我觉得他们现在有点头大 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对方的转点了 但是Dev选择了果断前压抓到一个timing 想走这个位置没有队友的掩护 第一时间想走是不太现实的呀 只能可能硬换了又掉烟了 不需要直接开大招强行去清AB连 AB连是Optic非常非常需要去拿到的一个点位 每一次都清这个角落 时间也是到了之后自己闪回去 然后队友已经安装完了放弹器 Optic的这个大招是给耶宜一个驾驹的位置 再来跟队友去会合 想去切金牌的头已经是被打回来了 但是耶宜这把明驹已经是架设在了AB连 第一分第一张图被Optic拿下 而且这是XZ自己选出的地图 上半场有8比4的领先优势 但是下半场 Optic是怀疑颜测最后13比9拿下了图1 是的 我觉得今天下半场Optic的进攻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 让我有种这个惊为天然的感觉 他们是把一个以防守 双防守卫英雄的一个阵容 在进攻端玩到了极致 这个转点真的太漂亮了 是的 而且甚至有两局都是Vector被首杀之后 自己其实少了一个决斗位之后 拿了一套带着双少卫的阵容 反而是成功的经典了 是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强队的底蕴 Optic研究了这么久 他们确实还是有自己的一套东西的 对 唯一有点可怜的就是Vector 他其实有些时候是要承担一个 就是Fake或者是阳光的一个战术的 发起人的 这个时候他其实自己的存活 会受到非常大的对手的一个压力 对 因为其实在Optic这个阵容里面的话 他反而是进攻方可以率先倒地的那个人 那他们需要后点位的信息 所以其乐和圣伯乐必须在场的情况下 Marvel的这个烟味也不太能掉 并且需要一些星期真色的技能 但是Vector的话 有的时候试探到Cryo的狙击点位之后 被手杀也是没有太多的办法 对 在整个下半场 Exit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没有 只有在可能一波防守前 钻石绕到了后 对 其次之后就Exit没有一波 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绕后 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 是的 在整个队伍没有后顾之忧的话 那燕翼只需要去管正面的对手就可以了 对 所以他的名剧在下半场的发挥 包括他的击杀数 也是比下半场要好了太多了 对 所以你会发现他有的时候往前走的时候 都不用闪转自主回去 因为闪转自主回去的位置 反而还没有前面安全 对 其实每一次尤其是在B点的进攻 Optic做的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让Victor去帮助叶翼把AB连请下来 因为AB连 只要站在这个位置是不用担心 因为点内有Optic的队员嘛 对 然后AB连又不用担心中路窗口的一个 或者车库的一个绕后 所以叶翼的这个G就玩的很舒服 而且他还能帮助队伍去完整的架住一条回防的路线 是的 而且每次下半场跟他对比起来的话 Cryo每次G一枪可能会拿到一个击杀 但是后续Optic就会避开他来看一下赛后数据的话 MVP是给到了Optic的叶翼 260的ACS 三个手杀以及23-14的KD 嗯 那么BCG其实也是在Exit后来居上嘛 对 拿到21杀17次阵亡251分也有三个手杀 作为一个信息被拿到三个也算不错的一个成绩了 是的 但是还是要提一点的就是Cryo 他在上半场的发挥其实是整个统治级别的表现 对 但是来到下半场防守端 他和叶翼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是的 就他的发挥空间有限 他必须要承担一个点的防守任务 所以就会导致他没有更多的机会去给自己找对枪的一个时机 对枪的timing以及对枪的一些选位 他每次都只能被迫的防守 是的 那其实刚才从团队的G杀以及ACS来说的话 两队的还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Exit的状态其实也是比较不错 能看到手杀方面Exit是更多一些有12比10的一个成绩 但是在安装爆能器的次数上两边一样的情况下 Optics每次安装爆能器都会转换为实质的分数 但是Exit的话 有一次是没有能够拿到被Optics成功的回防住了 我觉得还是没有绕后 对方后路没有威胁 光架正面 谁能够去从叶翼的枪口下强行拉出来把叶翼秒掉 在整个上半场好像没有 就是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都是叶翼拘掉一个之后被补掉的 而且两边其实今天细节做的比较好 就是没有残局获胜 以及也没有出现那种Eco翻盘 这一个数据都是零 所以后续的补枪方面的话 基本上都是补上完 而且AntiEco也做的非常好 整体的一个经济曲线图 在上半场其实Exit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的 毕竟是8比4 我们可以看到Optics不停的在Eco 不停的在Eco起枪 Eco起枪 然后下半场之后两边就是发生了一些位置上的互换 Optics是没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我们也知道通常来说4到5分的一个上下半场比分的情况下 下半场的手枪拳还是最为关键的 所以Optics能拿下手枪拳的话 或许追分上面的话压力就会小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叶翼在本场比赛的一个击杀热点的位置 可以看得很清晰 AB连每一个角度他都有这个 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在进攻方拿出来的 是的 比较红色的点位就是击杀数比较多的点位 都是在可能在防守端会 或者是进攻方前压会拿到的一些击杀位置 对这就要说到 那也以和Victor的绑定吧 今天 这个比较有趣的 这个Scream把不死鸟要完交给了Victor 是 但其实Victor在不死鸟这个英雄的使用上面来说也是比较早的 对 虽然比分是Optics领先也是他们获胜 但是我觉得在Scream和Victor的不死鸟这个英雄的上面来说 我觉得他们确实是做出了一些牺牲的 没错 尤其是Victor每一次走第一枪线都被对手架住很伤 对 我们也是刚刚看到的那个热点图上 AB连的那些点位也能获得这么多热点 也是有点依靠Victor的帮忙的嘛 所以我觉得现在Optics的团队磨合和小配合也是更加好了 那我们现在也是要先进一段休息一会儿回来双方的第二张地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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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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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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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这个拿分并不是说对方打得特别差或者是怎么样 是他们自己在下半场跟上半场其实打得都非常的好 尤其是来到下半场之后 他们就是Finance这个指挥能力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展现 对 而且他们也是拿出了一些新东西 像是Victor的布斯尿也是第一次亮相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配合上耶一的这种双人小配合 让Exit显然是无法招架无法适应的 但是第二张地图的话就会由Optic自己选出的这一张亚海悬城 亚海悬城这套阵容的话 他们也是打了很多回合的无决斗阵容了 对 亚海悬城这套阵容 其实正常来说Optic还是比较依赖于圣伯乐的 对 就是最早当年这个捷锋没有削弱的版本 其实耶一是把捷锋比较多的 后来现在转到圣伯乐之后 整个队伍都是使用像烈销KO圣伯乐 然后再加费的 其实也是个多信息的再加一个新费的体系 是 因为亚海悬城其实是 我们这次全球冠军赛第一次没有出现圣伯乐的地图 那一场比赛两边都是选择了奇乐这个少位 但是Optic会继续沿用圣伯乐这个体系 因为之前也尝试过说耶一换换到解封这个位置 但显然他现在已经可能没有办法承担这个点位了 打法上面做了一些改变 但是Exit这里的话 之前的比赛中都会让Cryo这个 现在打圣伯乐的位置去玩一个解锋 所以第二场比赛会不会是Exit会有一个阵容上的变化 我们还是比较期待的 是的 主要Exit这边可能会不太了解 因为其实这张图是Optic自己选 所以他们之前是有过亮相的 对 就比较熟悉了 但Exit在这张地图上的发挥 我觉得今天还是要打个问号的 毕竟Optic作为他们的一个老对手 能选出这张图也是肯定是 而且是首选这张图 作为Optic自己的选途方来说 对 所以他们对于对手这张图的一个强弱程度 肯定是认为是比较偏弱的 是 但是在上 双方的近一场交战中 在这张地图上的话 其实Exit是13比11赢下了Optic 当然那个时候可能双方的阵容 都没有进化到现在这一个版本 但是在一个就是世界赛的舞台上的话 Exit之前跟利维坦的交战中 也是打到了加时 最后输给了利维坦 所以这张地图上 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可能做一些辨证 对 现在就看两支队伍的一个手感怎么样了 我觉得现在就Exit的选手会有一点就是那种憋着一股气 就因为其实他们明知道上一张地图 其实对枪环节 他们在互换人头上面还是有些优势的 是的 但是在就是打到下半场之后 就是被对方转点转的有点麻 那么来看一下双方在亚海玄成这张地图上的一个英雄选择情况 Aaron选择了齐勒 然后还是再加一个解锋的体系 那么耶义这边肯定不用多说 圣伯乐选起然后三信息 对 这也是利维坦 其实在早期非常经典的一个战术体系 是的 那两边拿出的阵容的话 其实跟上一次对比上来 是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Exit依旧是拿出了Kryo拿解锋的这一套 但是Optic拿出的还是他们的无决斗阵容 这法我觉得 首先在进攻端 Exit会很难受 因为三信息打反琴是很强的 对 不管你用多少个烟雾去遮盖 不管你用多少个控制技能去遮盖 或者甚至是暗眼去控制对手 智盲对手 但如果对方一个任何的视野技能 有收益之后 你都会被传射 是的 这是这张地图非常非常难以去针对的一点 因为利维坦其实也是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 所以他们三信息才会是他们现在比较招牌的一个阵容 对 而且在这套三信息的进攻体系上面的话 我们刚刚看到老普齐克拿的阵容可能偏向于防守一些 但是在进攻方面拿到了很多分数 他们的这一套体系的话 还是比较依靠于耶一一个中路的游走 就跟他刚才在影视车所上走车库的点位感觉是差不多的 对 其实我觉得耶一有点像一个大号的塔扣利拉 就是加强版 是的 就是他的作用要比打法跟塔扣利拉 其实有点类似的 都是喜欢去自己去寻求机会 没错 打那种非常高难度的这种多杀这种神经枪 但是耶一的个人能力明显 还有他的这个收益稳定度是要更 我觉得是更强一些的 对 主要是稳定嘛 因为现在你能看到Optic 其实拿下来的比赛 耶一的MVP次数是比较多的 对 就是说明他整个全球冠军赛的状态都非常好 现在又是上半场的话 应该是Optic作为一个进攻方 毕竟这一张地图的话 是Optic自己选出的亚学人 而Exit是主动选择的防守开局 是的 Exit选防守开 因为这张地图是偏防守的一张 而且他们带了奇乐 奇乐这个英雄在防守端 其实还是能制造很大压力的 没错 虽然他和圣伯乐的一些制造压力的方式不同 圣伯乐是偏向于技能或者是用自己的一个技能枪械去制造压力 而这个奇乐他就比较偏向于用自己的一些技能伤害了 对 或者侦测 但是在进攻方的Optic 还是拿Victor的这个Kill当决斗位打 也是第一局就给Victor发了一把狂怒 是的 这个轻甲的狂怒 这也太爽了 而且Victor有个细节 他是没有买闪的 没有买这个闪的 他是买了一个碎片一出 是的 那么A点是没有人去断的 中加比吗 A小已经上得很快了 第一波技能应该是个Fake 四人的防守好像没有 虽然第一波是堵到了 但是其实堵到了一个Fake的打法 也已跟对方一换一 但我觉得这一波打下来BCG有点小亏啊 毕竟他是个烟味 是的 看一下这个暴能器安装的位置 铁箱旁边 安装得非常快 中路还留了一个人去断后 MARB直接去加力压人了 因为他知道对方没有延 双方就是一个无焉镇 但Fanace的位置已经中路开始超佳了 点内顶的时间够久 正面Crushes顶了两个 已经猜到了绕后 A大还是绕后 Cryos露着脚步的 他最后选择了A大这条路 但很可惜 Fanace绕到了 我觉得还是Crushes在点内顶的时间够久 是的 而且在B点的话 第一波零点休探 Victor是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之后 中路也是知道你一波快速的脚步回防 Fanace全部听在耳朵里面 对 我觉得这一次 我大胆猜测一下 Optic在全球冠军赛上 跟DRX打的训练赛一定是非常多的 这个打法真的 我觉得Optic已经是和 甚至于今年早期的一个 雷克亚维格大师赛的风格 都已经完全不同了 对 很夸张 是的 那我们都能从这一次的比赛中 看到很多队伍的进步 对 但是B点堵了 没堵下来之后 Exit在防守方的E后局 是堵了一波A点4A的开局 只能强行去找找机会了 因为现在Exit枪械猎劣势的情况下 只能用人数去搬这个猎势 看能不能用人数换人 然后打出一个小猎之后 减一下枪 再打一个残局 但是好像Optic没给这些机会 对 而且你这一次B点给我的反制技能 显然是比较少的情况下 Optic犹豫了一下 反而把大部队又聚集到了B点里面 有猜到过 叶毅在中路段 然后大部队走B 现在B点只有一个Zaken 他只是一个猎销 他能做的事情很有限 消心无人机一飞 我觉得Zaken要跑了 雷西剑是想打断了 打断了这个消心无人机 很细节 但是点内牛点守不住啊 给技能 脚下的一身价被抓到timing了 而且这个杀害死亡的队友 正面的一波对枪 还是弗兰斯队营了 因为护甲的优势 优势把暴动器先捡回来 这个维克特真的老倒霉蛋了 而且现在 X的也很慌啊 第一时间是选择反击 在中路怕你又有人在断 但你耶义这个点控制不了啊 他是一把飞将 除非你跟耶义近距离的一个对枪 否则在远距离 耶已经在断后了 这个B通绕的 我觉得应该也会在 耶义的一个预测之内 但是有两个人 已经给闪了 过来 哇这真的架死了呀 哎 太少了 哎BCG喷了一个 那还别说 可惜了 BCG如果捡了枪的话 还有机会去操作 但这一局后续 其实把 OPS的五个人的甲 全部下掉了之后 又下掉了三把枪 因为他们是拳起的嘛 像耶义也起了一把飞将 剩下的就是三把 亥灵加一把撩犬 那其实是有点小 耶义直接是起了一个 轻甲的狂徒 对 这个选择的话 其实很多孙伯乐在于 大招点数差两个的时候 会这么选 但是这一局 他大招点数差四个也 好奔放啊 这里更奔放 因为我觉得现在 这个AXS知道 他们在防守团 现在这个开局 是有点崩盘的 他们必须要去 把优势重新找回来 所以大胆起了一把 五甲名剧 而且它是不带 任何技能的五甲名剧 那这把剧的收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只有4800块 用4700块 起了一把名剧 哦 像是一个道具的配合 但是这个时间点 没有拦住 再不两个技能 全给你打了 所以颗粒无收 是的 关键中路这个控制权 确实能拿得下来 我觉得这一个回合 Optik应该不会想去中路 找对手的一个 呃 这个 Cryo的 因为 哎 哎 还真找了 掉了 这就是没有 护甲啊 虽然没有打头 但是打身体 也能打出收益 但是比通的一个对枪 Aron是打了三个 枪械优势还是在线的 对 因为前期Aron就帮 Zacon藏到了这个死点 勾打成功了 是的 那这样的话 Optik就比较尴尬了呀 只剩一个是A大的Mavd 因为新锐有个全毒支援队友的能力 所以他跟队友没有走在同一路上 嗯 那这对于X的 呃 赤球的声音完全被听到了之后 我觉得有个好消息 就是这把明军应该是可以保下来了 是的 挺危险的刚才 如果B通打慢一点的话 这把明军说不定 就要被耶一捡过去了 对 因为你中路掉了人之后 没有信息 对方如果慢摸中路的话 防守人员是很危险的 现在反而是Optik在这里 因为上一局已经是花重本 把掉的枪全部 补上了 没有到一个奖励轮来打 所以这一局的经济依旧是很差的 嗯 但其实Aaron现在是有一个大招的 这个全面封锁 Krushes的大招还差一个点 对 可以找个timing 对 现在就看Krushes的这个大招 如果能打出一些counter效果的话 还有点机会 但这个回合其实 对于Optik Gaming来说 是偏向于防守的 就是慢打找机会的一个回合 Optik这个也挺强的 因为要存下一回合的经济 Mao的起了一把狂徒 但是没有办法补假 也是一个没有假的狂徒 是的 又给中路很大的压力 但是自动哨兵还没有出发 嗯 Deep这把枪是架了一个 非常狭窄的一个缝隙 这个视野给得非常的好 但是BCJ唯一把狂徒起作用了 Mao的直接撕掉了BCJ 是的 而且这个消息无人机开的位置很标端 他知道对方就在这个位置 交出了一个碎片移出 烧死了对方的Mao的 这就是现在的碎片移出可以隔一道障碍物 进行一个穿打 嗯对 尤其是A2楼 人碎片移出还能烫到A2楼楼下的人 是的 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Freshers也是被打残了 嗯 关键现在耶一虽然是空了中路 但是暴能期第一时间没到A点 这反而给了对方exit一点尴尬的情况 就是不知道对方究竟是不是要打一旦 A点其实已经近人了 他们这个是有预警的 人的话在二楼下这个位置可能也会被清 耶一就在这架中路想要帮队友 但这个自动烧兵我觉得他也是绕不过去的 对 中路放了一个闪转自如 暴能器已经是有机会在A点安装了 30秒钟 安装暴能器 那看这个全面封锁了 直接交 关键现在Crushers手里大招还差一个点啊 这个全面封锁是counter不了的 也已经是被撕掉了 正面闪了两个 先打掉一个 给了一个碎片一出 烧掉了对方的那笔大招吗 没有 虽然他打住了两个人 但是很可惜 这要被 这要被对方搞一下形态了 这Deep终于帮Scream复仇了是不是 我觉得Vicar Vicar就刀了一下Scream这一点 我觉得exit一直记在脑子里 是的 这一下 我关键还是一个正刀 轻刀这个有点伤的 而背身一发也就算了 这个就有点心理压力了 是的 关键是刚才 其实Vicar这波操作 我觉得已经很秀了 对 他手里毕竟只是一把封锁 他冲掉一个之后 在极限反应情况下 丢出了自己的碎片一戳 还想烫掉对方的大招 但很可惜 哇 这是轻刀加一个重刀 两个轻刀加一个重刀 是正面的 但是我看了一眼 摄像头里 Deep 连表情都没有变完 那个时候我想看一下Vicitor的一个摄像头 现在的话Optiq的Eco 就没有拿下来 双方也占成2比2比 果然上头了 叶琳直接交 想打一波快的 狂烈之弄直接架射 被收掉了 哦这个无效命令是 抑制到了对方的一个猎枪 坏了 中路的叶琳也没有打出太好的一个表现 对于Optiq来说 现在局势不太微妙啊 把狂烈之弄收掉了 我觉得这真是 ZEP无效命令 可以说最关键的一个收益了 血转 而且让叶琳的一波进点没有能够成功 第二时间打反清 暗言已经黑到了 MARM的 回首再一个剑影回去 A小这个位置固若惊棠 Optiq是选择了 孤注一致打中路 但是对方是有鸣鞠的 在B点的鸣鞠 直接是打掉了 压对方重生点的进攻方的选手 Optiq现在只剩两人 FN和Krushes两个人该怎么办呢 对方有一把鸣鞠就在脸上 一个大神呗想去找Krushes 想去找Kryo 没找到 天里还有个Aaron 一直在稳稳地帮助一起架枪 长枪局 一波Flawless零换5 关键还是这个无效命令啊 太重要了 STEP 这波有点猪心的感觉了 就把对方所有的一些想法 全都抑制住了 其实还是Krushes站的位置 在无效命令的边缘 就是这一个瞬间直接被没收 是的 看到对面发光的一个效果 但是一发狂烈之弄也打不出来 是的 而且Kryo这把鸣鞠 其实这个回合也起到了很不错的效果 对 在这种对方前期掉了两个人的情况下 剩下三个人只能进锅 那这个鸣鞠的收益一定是巨大的 对 这个比较尴尬的情况来了 Optic可能要叫暂停了 果然叫了 因为现在这个局势来说 对于Optic来说很不利 虽然他们是一个 这张地图是一个防守防地图 他们只落后了对手一分 但是我觉得Optic现在 不是说是打不过 而是思路上现在有点被压制住了 是的 战术上有点被压制住了 因为他们拿的两分 就是首相局的两分 所以后续的话 XZ是一波连续的起始追分 并且在场面上也领先Optic很多 场面上的话 Optic感觉进攻非常非常的受阻 尤其是中路 他们是首相局摸成功了 之后对方有其乐的情况下 有自动哨兵 中路一直都是第二时间 再也没有办法突破的点位了 对 我觉得还是要给中路 第一时间一些压力 对 要不然XZ其实他对于点内的防守人员 会非常的多 看见Optic这个战术 叫完之后会怎么调整吧 对 防守方来说的话 其实现在经济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Optic又是陷入到了一扣局 选择起一些近距离作战能力很强的 像是封刺以及狂动这样的枪械 是的 这应该是要冲一波了 因为这样的枪械 你打慢打是有点难的 慢摸肯定是很容易被远距离架枪的 是的 但是Dev很懂啊 直接要交碎片一出嘛 给技能就硬交 拖时间 中立之底想吸 但没有吸到 很可惜 现在对于Optic来说 这一下只能硬冲了 被闪顺数 但是右边没搜 鬼眼看到了 没搜啊 Crushes 但Dev只换了一个人 其实效果也不算特别好 两边互相换子弹 呃呦 关键现在这把明居站在了点内 现在Optic有点打不下来了 明居再去一个竹锋拉走 Cryo非常帅气的一个三杀 帮助队伍拿下了这一分 虽然是以对方的一个一口局 但是Cryo这把明居是没有出现失误的 对 想了三枪 那我觉得Optic应该是把宝 压在长江群那一集了 打个快的 然后赶快记着教练说的话 然后这个回合再进行安排和执行 是的 尤其是对方的奇乐 其实每次自动上兵放的位置 中复都是很固定的 所以如果你第一时间处理不掉的话 给一些伤害性的技能 正确还是把自动上兵打掉 对于Optic来说才是一个好消息 是的 每次都在同一个点 那么现在还是那个问题 Yei现在没有钱起明居 他应该是没有选择起明居 高闪打Blink 但是Cryo是把明居啊 这个位置我觉得是 驾驭巨热的结封出去的点位啊 是的 想打一个配合 我觉得Exit现在有点上头 还是要冷静一下 因为现在其实虽然 优势的一方是Exit 但是他们其实现在 优势还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也感受到了 Optic想要进入到主场局 听教练的部署 想要管制一下 但是没有成功 嗯 安收是咬到了对方的一个BCJ BCJ直接退后点 给了一个星云 先战星云里的Movement 听到对方在星云外进行一个穿射 第一时间想出吗 不敢戳开大招的 Victor已经是被对方打倒了 Zekin在点内又倒掉了一个 最后一发飘到了 而且A大这边也进不来 也被Zekin架住了 A小大绕的燕翼 先赚掉一个 但是立刻被二楼的Def补枪补掉 这一分随着Cryo的一个攻势啊 其实是有陷入到了一些被动当中 但是Zekin在点内的一个铁箱后啊 犹如战神一般打出了一波三杀的表现 对 而且因为经济比较好的情况下 Cryo的名剧 虽然没有办法起出来 没有办法减回来 但是还是能够再骑一把 嗯 这一分其实 打得有点快了这个节奏 我觉得现在Optic 刚刚我们讲过了 他其实是有了一个 这个比较大的转型 他从那种 以前那种走快节奏 让夜仪打个人能力 现在变成了一个转点流的 但现在这两分的节奏 有点像Exit 他比较喜欢的那种感觉 是的 反而Exit之前 在引退休门的进攻是很慢很慢的那种 对 两边有一点互换思路的情况下 Optic暂停完之后也没有能够拿分 又被穿掉了 是的 但是拐有中路的G又被耶仪撕掉了 耶仪其实在远距离的对枪收益 还是在线的 再不丢一个 对面一戳 把对方的阵型分割开来 漫不得只能往前走 所以他被队友BCG给架住了 甚至立马还补了一个 A小的单向烟 真的太绝望了 是的 现在大部队Optic已经是转到了中路 再压对方的重生点 但这条路线要给耶仪换马铭鞠 但是 Aaron有在机架 暴能器还掉了 拉过来 Rushes一狙 狙掉了对方的Aaron 现在 虽然你把对方Optic 这个Exit的防守防的一个重生点给占了 但你终究还是要进典里的呀 对 而且对方的消息无人机已经掌握了Optic的站位信息 看到了两个人 现在两个人都知道你是抱团的 是的 耶仪在找机会 但对方其实就在这个拐角 消息无人机飞出来 耶仪只需要驾这儿就行了 但他好像没有跟第一时间看 第二时间转过来 还是打掉了对方的Zekon 想进点的QRushes 是被Market的超市的人给打掉了 只要有人敢去捡包 直接一个暗眼推到脸上 暴能器虽然是第一时间能够考虑捡到 但是自己的背身 也被对方的BCG收入囊中 这一局啊 Optic 本来很有机会翻盘的一局 但是Exit的一个布置 后续三打二的思路是非常正确的 三个人即使忽视拧成一股神 没有让Optic有个单打的能力 嗯 虽然耶仪是凭借自己抓timing 以及个人能力 强行抓掉了对方的一个Zekon 但是 即使的两个人已经是回防到位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在第一波这个互换上面来说 BCG留了一个暗眼 对 这个暗眼导致耶仪是根本没有办法打这个残局的 是的 就是因为他们A点的话 有KO的碎片一出嘛 一般都是碎片一出 给暗眼留着 现在第二次键又给到了B点很多的技能 但是中路有一个奥丁 这个奥丁的配合上 没有配合上最有的一个回眼的话 还是笑我会差一致 没错 这样的话想强行禁闭 狂烈之弄直接架射 周易还算OK吧 射到了MAR的一键 暗手找到人 但是没打过 被Def黑这一颗了 而且这边的Aaron和Def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双强线 配合后点的一个Zek 三个人就把B点守住了 哇 这个宇宙分裂其实连的有一点贪 他连到了市场和B点后点防守的位置 但是前点位的两个180度 你都越不过这个坎 我觉得还是第一枪 现在Def顶住了 他其实是吃到了对方一个暗兽的效果 智芒到的情况下 一颗把对方给带走了 是的 剩下的队友也是成功的补到位 Exit的手感已经打起来了呀 完全没有想到在 Exit的自选图上面 Exit拿出了原来的阵容 在这么久没有亮相过之后 依旧保持着如此火热的手感 尤其是很多队员 其实做了一些位置上的轮换 是的 关键是相信队友 每一个人只需要 架自己的角度和方向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其实打得有点紧 他们抱团的频率和次数有点太高了 这张地图其实没有充分地利用到 他三条进攻路线的一个特点 是的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四条 就是A小中路 A大和B大 四条进攻路线 其实每一条都可以发挥空间 而且一一打到目前为止 在进攻端其实是没什么发挥的 也没有依靠他们三信息的一个特点 靠信息把对方的人数 给掌握透彻 就感觉三个信息打完了之后 每一个点还是站前点 就能架得住进攻方的选手 对 这就其实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是的 但是这局的好消息 是终于把中路这个自动哨兵 给解决了第一次 但是一局局消息无人机没有居住 暗眼推出来 再给一个零点修炭 把对方开消息无人机的猎销 抑制倒 反而是B点打出了一个手杀 嗯 业义用自己的金牌猎头 先猎掉了对方的一个BCG 现在这个情况 A点开关门关了一下 给了对方一些错觉 剪一下这把奥丁 哎 我觉得叶蚁还不如拿金牌猎头 奥丁真不是他擅长的枪械 他还要暖击一下 被Cryo一个名剧 直接收走 对 还可以下于自己的剧刃 寻地剑再加一个闪存过载 第一时间把Cryo逼了回去 但是点内有人就怎么办 侧身为猫们的土雕一枪 二楼 Vector漂亮啊这枪 再打一个右键 再切一个右键 稳稳地把对手收下 Vector打出了一个关键的双杀 但是他这个位置也就是暴露了 Zekon先来去搜脸内的人 Vector拉过来被架住 现在双方的一打一残局 刚安完爆能器的Marvel 没有顶得住Zekon的一个强势方 Zekon在二楼看到一个头皮的情况下 他就把Marvel给收掉了 我Zekon好冷静 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八秒钟 我是在想说 他会不会去打断Marvel的安装爆能器 以时间结束这一分 但是他感觉到后面的队友已经全在了 他两个人全收掉了 对 其实Vector这波已经打得很秀了 他毕竟只有一把封刺 在切成自己的标配手枪之后 减了对手的一个长枪 很细节 Zekon是先解决了绕后的一个Vector 对 也是因为Vector在那个位置 把Cryo打掉之后 也暴露了自己的信息 而且跳起来减强这个声音 应该也是被听到了 那么Optic应该也要再次调整一下 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 跟上一张地图有点相似 但是上一张地图毕竟是对方的选途 你在上半场叫出两个暂停 我觉得是要临场做一些调整的 但是这一次是自己的主选途 对 Optic打到目前为止 他 这个也议 挺有意思的 是 摄像大哥是看到了这个兄弟 摄像大哥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了看到了 我们也看到了 现在 Exit教练肯定还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 虽然现在0比1的打比分落后 但是目前来说 第二张图的比分还是比较乐观的 防守方已经拿8分了 而且上半场还没有结束 而且我觉得就算暂停回来 后续的两分 Optic也是很难拿的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 还是我说的那一点 就是他是 但是在战术上面来说 没打出来应该有的东西 所以导致他拿不了分 不是说选手的状态不好 Vector其实很多波操作已经很极限了 对 而且在上半场这一局 配合队友的一个长枪 也是直接起了一把名剧 而不是组装自己的孤高火力 那他孤高火力可能会 为下一分做一些保障吧 但是Exit我觉得应该是很想拿到最后两分 因为上半场地图的经验 告诉他们四分可能不够 对 而且这张地图也是个偏防守的地图 现在在于这一局 Optic在的 上半场最后一个长枪局了 可能是 这个雷击戒好像想去 想去电四周哨兵 没电掉 但是Cryo能不能回去 交出竹风 再加一个凌通 终于是走了回去 但是B同Zekan有一把奥丁 就是还有一把背枪应该 经济已经好到这个程度了 这个四周哨兵 处理了半天还在 那这个中路的压力就有点无效了 打了半年枪 但是好像对方 根本都不太想管中路 因为你连自动哨兵都没有解决掉 对 现在Optic还是要多依赖一下 耶以这个单摸的能力 打了一波fake A点的消息无人机开出来 但是对方肯定是不为所动啊 两个人 两个B点防守很强势的选手 都在点内 这个视野给的非常的好 第一时间是穿掉了对手的一个人 打出了一个一换一 但是Aaron要守自己这个大招 对方想选择先溜了 没有All-in打B 对方也知道你这个全面红楼可能是个钩子啊 你在架我的位置 第二时间再转到A点里面 那Cryl又是有一个地图枪位的 无效命令开启从A小来进点的 但是有明居啊 Cryl这一局没拒到 自己的位置也是被突然发现了第二局 Marvel是被拒掉了 Cryl在点内还活着 想再出来被叶翼反手架住 但A小这个门没关二楼也出人了 正面的一个交叉火力 可以和A小是完成了收割 Exit在残局当中这个架枪真的太漂亮了 而且完全不省技能 B点感受到了压力之后 奥丁换掉一个人之后 直接布置全面红楼 把你的人劝退到我A点里面 就是让Cryl有一个很舒服的局位 Exit这场比赛打得真的好团队啊 是的 就是虽然有个别人都会出现一些失误 包括Cryl那一局 但是当你出现失误的时候 他的队友会站出来 帮他补救这样的一个问题 包括他其实二楼的队友 包括A小的队友 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让Cryl能在那个点后躺很久 能有机会追出第二枪 是的 这就是我们说 第一局影视修所上的话 Exit可能在补枪方面有一些问题 但是这一局的补枪一点问题没有 嗯 非常的漂亮 来 远拉近拉 这是一个远点钩子 近点打出杀枪的一个配合 非常的漂亮 而且Final直接是给出夜灵 嗯 强行走 但是这个狂烈之怒 Cryl的收益好像射的并不是特别的高 还射到队友一键好像 中路 还是把A的血量下了一键 但是B点已经是摸通了 看到枪管 顺局 因为孤高火力这把枪的这个正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对 现在是一个五打三的局面 雷克恩手里还没有大招 对于Exit来说的话回方是比较困难的中路又把开关门给关了 关键 夜以这把孤高火力终于有发挥的空间了 现在整个上半场 夜以的发挥空间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正面的一个沪川 MAR的先收一点过路费 但是并没有收到 夜以是直接站在了箱子后 手左边这个楼梯处 但右边的这个连接处应该也是有人要去看的 夜以是把MAR的打掉之后 夜以补上枪 上半场最后一小时也没有补枪的必要 这个回方还是要打一下 但是也是没有能够成功啊 那9比3的一个上半场 这个比分刚才在算的BO3中 还是有见过翻盘的 而且OPTIC的图一是四分翻的盘 这一次三分就不知道够不够了 是的 夜以最终还是用自己的大招孤高火力找到了一些机会 而且现场的观众好像也很支持OPTIC的表现 对 因为我们看到一些牌子 比如说现在给到的都是EL DIABLO 就是夜以的粉丝 后面还有一个单独的夜以举牌 夜以也是凭借着自己的超强 每次都是排行榜低的那个人嘛 总是能收获到很多粉丝喜欢的 是的 EXITE其实是想以团队的配合去跟OPTIC的这种 偏向于个人打法的一种感觉去较量的 上半场其实我觉得打得还不错 因为其实这个EXITE在上半场做得非常好的是一个补枪 它的补枪效率非常的高 而且失误率也很高 失误率也很低 然后OPTIC它其实是一旦打到乱战当中 其实是会落入下风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次这种乱战 不管是技能优势或者是位置优势的这个时候 都是EXITE通过补枪把这个烈士给找补回来了 是 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的滚雪球能力都比较好 今天这两面事物比较少的一个点能看出来的就是 NT以后的胜率基本上都是百分百 没有给对方一些以后翻盘的可能性 没错 可能打得比较危险 但是最后还是拿下了比赛 并且可以在长枪局的时候可能通过一些大招上的循环 尤其上半场有一个DEP很优秀的无效命令 阻挡了对方的一波长枪局的进攻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种循环是打的 虹雪球的一个优势是扩展的很好的 对 EXITE和对手OPTIC其实最大的一个差别在本场比赛就是 EXITE的爆团的次数没有OPTIC那么多 反而收益更高 他们的这种多打少成功率太高了 枪线每一个枪线架的都很稳 但AUTIC其实我觉得在下半场不会有上半场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上半场要进攻 他要不停的抱团 不停的用多人去强行进点 但是来到防守方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了 对 今天能看到观众的绘画水平比前两天要上一个档次 刚才那个闲者画的还是很好的 是的 叶一的粉丝 举着叶一的牌子 这也是女孩子 也很开心啊大家 我也看到了 后面有Cryo 对Cryo的粉丝 Cryo在北美赛区的人气也很高的 是的 就是他是属于这种新兴一派的圣伯乐 这样的或者是明居的使用者的一个代表 对 而叶一其实是最早的一波了 是的 他在2021年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但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 EXITE因为有些人类上的轮换嘛 Cryo也是从圣伯乐变成了捷锋 而BCJ也是打了一个烟味 对在这张地图上还是拿到的比较熟悉的阵容 是的 开局先把开关煤给划掉 这样的话你安装完爆能器之后 其实是需要多一个人架A小这个快区域 EXITE选择了强冲A小 A小的人有点少啊 Optic只有Victor和划这次两个人有点顶不住啊 假设三血 躺住了 诶 会又换掉一个 那还别说这一波还可以接受对于Optic来说 那么进点EXITE先安装爆能器嘛 对方不让他 BCJ打了楼下顶不住 Crushes 33的血打两个了 正面Cryo也没顶住对方的一个包夹 Optic这一波打得非常的漂亮 第一时间是两人的一个A小钱顶 顶掉了对方的两人 其实其实刚开始第一波打了一个一晃二 关键Crushes没死 是的 33滴血打了三个最后剩7滴血 对 这确实这波Crushes的表现 帮助Optic是拿下了一分 弱地停下来的一个头部命中 而且也是因为A小这个位置 他们没有 他们第一时间把门给处理掉了 所以Crushes的一个第二个击杀是偷了一个背身 可以抓到这个机会 对他偷背身还是依赖了多信息嘛 对 有这个视野的加持之下 他其实很多都是穿岩打下来的 A点是看得到了三个人的信息之后 A又是抽掉了DEP 嗯 EXITE这个A点可能会阳攻 关键现在人数已经是有差距了 哇 Crushes还开个消息无人机 把BY搜了一下 对 顺便也是把Findex送了出去 吃到一个能量球 嗯 群体键再给上 BY其实给的压力还是蛮足的 要看A点了 关键Crushes现在手里没有消息无人机 他的群体键也没赚好 所以他在A点能做的事情只能断 对 而且 他是没有办法进点的 B点给的这个群体键还是挺靠外面的 所以B点的这个进点几个90度的拐角 如果EXITE没有进的话 肯定会觉得对方有可能藏人 很难搜 没错 现在其实对于Optic来说 只要把中路架住就可以了 中路也是一样的 上一局是一个自动哨兵 这一局有个贵宾现行 而且夜里这个贵宾现行放的位置很刁钻 你不进来你打不了 嗯 这一局前面各个凹槽都有可能藏人啊 B点这个 B点来帮助队友 队友想捡枪 直接就被架完了 看应该这一分很难操作 今天两个队友都好稳啊 对方以后的时候完全是一点机会都不给 是的 NT以后的胜率高达百分百 那现在Optic一把枪也没有掉 四把亥连加一把飞将依旧在手里 哇 观众朋友们也是高呼Optic的名字 Optic现在下半场是有一点点追分的趋势 但是现在这个回合 其实来到了Aktat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回合 就是长枪局 我觉得Aktat还是要考虑打一下上半场那种感觉 就是快速的补枪 通过这个点来去创造一些机会 如果一味的去抓点的话 这种感觉是打不出来的 因为对手其实多信息位在防守反轻的时候能力是很强的 躲在烟里只需要一个试验性的技能 就能够在烟里完成穿射或者是这个人数的收割 也以这个很机智的一个贵宾现行的位置 也是规避掉了对方这一发雷击剑 那第二时间的话还是要走市场 应该走到近距离的话就能听到贵宾现行出的声音 解决掉了 已经听到了 这也是贵宾现行换了位置之后要迎来的一个问题 最好的位置肯定还是刚刚那个位置 再来均一枪身体 也已经是给对方正面上压力了 Cryo一看这种情况 此路不通赶快溜 一个竹锋直接走了 对 但也是吸引到了Finance交出一发暗兽 但现在手里其实还有第二发暗兽可以用 对 鬼眼把叶蚁先从B通这个拐角稍微送出来一点 还是要打叶蚁这个点吧 保能器的位置其实还有点远 第二时间才能过来 给技能了 再一局 三转四路退回去 但这一局好像是没有局到Zacon 对 但现在Cryo就有点尴尬 49滴血很容易出现这个阵亡的情况 他只能让队友先把技能补好了 然后再进行第一波进点 B打外面已经给到压力了 你再不进的话你没有退路可以走 暗炎已经灰了 三个人都在中路 Optic在中路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 正面的一个对墙 强切的劣势 但是BCG又穿掉一个再换弹 被对方抓到了一个timing 侧身面的一个飞匠先架出了一个 想架第二的时候被对方的代夫一颗穿墙 点头带走了 B通这个位置想去让后也被架住 侧身面的Zacon 还在操作正面的回防利用人数 又是Crushes打掉了对方的一个人 一打一这一分有机会 这边的一波压枪穿射 Crushes又是三杀 最后Dep也是没有子弹了 没有办法换出副武器 反而是Crushes在repeat 拿到了最后一个击杀 是的 这是一个长枪局啊 没打过 Exit要叫暂停了 我觉得这一分真的太伤了 又是下半场 先是怀疑一个3比0开局 也是打掉Cryo很关键 两枪是身体命中 因为第一枪也是他抽中的 对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Crushes现在就很尴尬 他必须得等队友技能都铺好了 然后再去进点 但没有想到队友都把技能铺到这个位置了 他进点还是为耶一打到了第二枪 是的 进点的压力给的非常毒 而且下半场Crushes觉醒了 哇 他这个手枪局和刚刚这一分翻盘 我觉得太夸张了 就把自己的一个机动性发挥到了极致 你要知道他只是一个猎销啊 对 那耶一的名剧也是起出来了 一个重价的名剧 是的 这待遇要比 要比Cryo在上半场好太多了 是的 来得非常非常快 但是这个A小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即便你有名剧也有可能 是出现问题 但是耶一反应很快啊 直接是先把对方的Cryo收掉 没有出现的时候 两个人拉你从脚缝中给溜走了 成功的打到了Cryo A小这边强切的优势已经开始展现了 Vector连加两人 耶一的一把名剧三杀 帮助队友拿下这一分 强弱点这条路行不通啊 而且面对的是耶一啊 这架枪完全是零失误 嗯 上一张地图的进攻 这一张地图的防守 耶一在攻防两端 都展现出了圣伯乐这个英雄 非常恐怖的位置和地方 现在已经拿到了16个击杀了 又是领先全场 对 耶一 我知道为什么Optic很慢 就耶一他是一个比较 就是根据攻防两端来去发挥的一个拳手 是的 他很合理 但他很稳定 对 尤其是他起出狙击枪的收益啊 是的 也是多次提到的一个收益高 华智斯也是买出了一把奥丁啊 又是A小的一个优爪加奥丁的穿射配合 现在奥丁都喜欢在比尼克这个位置穿以强 但是要给到的侦测的技能还是比较多配合的 对 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Optic这个阵容其实是绰绰有余的 他的这个信息比较多 是的 A点开启消息无人机找人的位置 但其实AY是有一个的 对 有一个优影啊 这个时候 华智斯的第一天标点了 这个零点秀探 看了三个出来 在奥槽打不掉啊 只能被探信息又被拖了7秒钟 对 这一下不止7秒 本来AX要走A小的 你看这一下 timing就被抓到了 本来A小要进攻 Optic的Vector他只能去帮A小的 这一下 这个零点秀探交完之后 其实 把人逼回来 而且至少拖了AX30秒的转点时间 而且进攻又没有淹了 DEP手里有一个无效命令 要不要尝试一波进点 这可能是AX最后的码码了 就是我没有淹了 你也不要放技能 但是Vector其实有无效命令反制的两面KO 我觉得要博一下心态 30秒了 强行进 无效命令 Vector先开 Vector先开 那这样的话进不了了呀 这奥迪还能穿这个墙 两个雷击剑 第一时间 雪亮也是被收到了很大的一个压制 正面妈不得还架了一个侧身 A大这边ZEK虽然是进来了 但是暴能器掉在了A小 有点带不走这个暴能器啊 还有奥迪和狂图的一个架射 完全动不了啊 这个就是果断就会得分 犹豫就会败北 在EXIT的长枪局OPTIC非常知道 我就算轻住了这一个大招 我看在你前面就能抑制你的无效命令 而且你下一分就要进入EKO 我觉得还是就像白杨刚刚说的 这无效命令先开的一方优势太大了 对 因为现在整个OPTIC 它这个经济积累比较多 它有资本去这样我先开 我即便这个大招没开好 我也有反制的机会 我也有操作的空间 对 但是对手没有 而且那个时候时间只有30秒钟了 对 最后一波了 哇 这一这一分拿下来 太小了呀 哇 奥迪crushes 配合暗手 直接穿死了对方的BCG 又没烟了 又是一个 但是这一波DEP是没有被穿死 虽然它也是被穿到了 但是还有雷击剑 甚至还有狂雷之动也捏在手里 是的 一个高点的一个鬼眼 等到对方来到遥控器这边 穿板了呀 一刀的人没有被照出来 哎 但是被虫离之机吸出来了Zek 他刚开完消息无人机 比较尴尬 不过点内已经是被EXIGHT控制了下来 这个回防的话 有五个人的人数优势 消息无人机找到直接穿 但是近点 不然这个换弹有点可惜啊 没子弹了 如果有子弹的话 感觉当时DEP也要死啊 对 而且DEP有大的这一局 他还是选择稳重 那会迟到一些枪械上的变形 哇 这个高点的技能 也是成功烫到了下面的人 奥布提克又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一换五 快是一次这把奥迪 打完A点打B点 每一把都有很高的收益 这可是一个3比9的上半场 奥布提克现在已经把比分追到了9比9平 6比0了下半场 奥布提克打了个6比0的高潮 而EXIGHT肯定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他们现在五个大招 武登其量了 现在EXIGHT也只能在下半场交出自己的第二个暂停啊 两支队伍在上下半场的角色好像有点相似啊 是的 都是在进攻方遭遇了很大的困难 尤其EXIGHT还是一个有决斗的阵容 他们有一个解锋 可能可以进行一些位移的进点 但是现在能看到 Cryor根本走不到可以用顺云进点的距离 关键就是你在B通 只要吃一个这个视野性的一个侦测技能 你就可能会被Crushes的奥丁传掉 刚才在A小其实也是 其实当Crushes第一把买出奥丁的时候 这个EXIGHT走的是A小 但是被Victor这个0点嗅碳化解了 但是这次走B点的话 又被直接奥丁的一个穿射 这个EXIGHT真的好难受啊 这个就是三星一系的能力 每次你要进点 你给一些技能的时候 就是对方烦你两个 没关系我技能多 换下来之后 既然奥比克还是赚的 这个是最难受的 所以现在EXIGHT的一个抉择上面的话 我觉得走一些狭窄的路径上 可能会不太成功 解锋还有一个比较适合进点的点位 可能就是A大的一个顺云进点了 而且现在五个大招全部已经赚完了 但是A大进点会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就是KO 现在Victor基本开局都会在A点做防守 是的 这个英雄其实挺克制捷封的 这个KO就是你可以飞进来 你可以用鼠风飞进来 但你的队友可能会被我隔绝在后面 我分割战场把你进去的人打了 对 看一下五个大招的EXIGHT该怎么处理这个回合 他们选择了一个二三战位的一个分路 还是一套中路的这个比较强势的联招 巡迷剑再加一个高点的闪存过载 再配合一个优转 想要靠奥丁进行一波穿射 但是EXIGHT对于这些技能的规避做的一直都是挺好的 这两支队伍开局其实都很少给这种对方一套AOE的一个机会的 对 包括影视秀手的A点一样 第二时间点轮到了EXIGHT的一个进攻节奏 嗯中路的巡迷剑先看出来看一下你有没有在中路前压 没有在中路前压的话EXIGHT就只能去先把中路进点控下来 关键现在EXIGHT应该是要打一个默认的他们打得很慢 暴能器第一时间还在这个靠近A点外围重生点的一个位置 但是要注意BCJ其实是有离魂的 他可以随时捡着暴能器第一时间到达这个交战的位置 是 那中路的一个贵兵线已经听到了声音 用一个雷击键已经电掉了 维格特尔闪存过载硬拉A大 在外场是没有看到人的 那crushes这个位置应该是要转移了 应该是要往B点下来 你中路失踪的话 最可能打的战术就是中加B了 嗯 DAB是应该要fake一波A小 他可能要在A小开启自己大招无效命令 给对方一些压力 还是选择走中路吗 还是选择走中路 选择自己跟大招多的一方all in 无效命令直接开启 第一波 耶 也没驱到这一波 但是第二枪穿烟是把DAB给驱掉 但是DAB可以被拉起来的 点内这边有点出不去 因为有全面封锁的一个压制效果 强行往出走的话会被枪线架住 暴能器已经是安装了 DAB这个位置的话在市场倒着 也没有办法拉了 这不拉吗 DAB心凉了一半啊 半人五枪 狂烈之怒直接架射 压对方的一个重生点 压到了对方的一个维格特 这大招交的说实话有点多 对也三个大招了 就还有BCJ的离魂这种技能没有办法交 因为对于战场的一个没有什么太大根本性的改变 Optic很聪明 这一分拿不了我断枪 你交了这么多大招之后 我给予你足够的尊重 但是有人能飞那就没办法 那么不能飞的人就尴尬了呀 对 还行 至少是换了三个人下来 因为Optic现在6比0吧 他们是不缺钱的 对他们你看维克特8800块钱 甚至有的人经济已经溢出了 是的 但Exit其实他是比较缺经济的一个状态 是 在这一局结束之后的话 Kryo会驾驭自己的巨刃 剩下的话还有Aaron是一个半价的情况 我觉得这样打下来也不赚啊 Exit 这三个大招 如果Dep当时被拉起来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 多个人 也也是最后一发被混掉了 比较可惜 主要也是他自己第一发没拘到 如果那第一发拘到的话 其实他是有很多时间去操作的 这个A小直接给了一个大米蜂群 但耶以的这把鸣 其实是中路的钱压了 对 而且在贵宾行被雷剑打掉之后 也也是把贵宾行放到了B点门口的地方 以免多次放同一个位置被你提前预判 对 耶以很细节 他知道这儿有个少计炮台 所以他只露一半 也不会让触发少计炮台的声音 前期两边还是打的比较耐心呢 Exit的进攻节奏通常都会压缩到最后可能30到40秒钟时间 再进行一波组织 没错 那么现在Exit选择了慢打 其实AY集合的人是很多的 中路的耶以已经是响枪了 这个时候没有打出击杀 对方是用巨人想找找机会 但耶以有闪转自如啊 直接溜了 中路被发现了之后 他有MadeTOP以及Blink的多点位 他要看所以是站不出太久 耶以选择了架中路 但是对方这把巨人其实是有机会的 哎呀但是刚拉出燕外 Cryo就被耶以给架住了 中路这个位置耶以还是给队伍创造了一些优势下来 但是中路也是告破了 有两个人已经摸到了中路的近点 右影剑影强行从外场传到了一个集市的位置 但是耶以已经又来了 再一局这一局没有拒到 但是耶以的位置已经暴露了 点内还有人在防守 看Quartions这一个技能交的怎么样了 群体剑有没有 有 但是又没拒到 再传设的话就有点小亏了 但是时间只剩11秒钟 放弹性能不能挡一挡快速才在点里 位置确定顶着白墙了 来不及了吗 4秒钟的时间有点极限 可能刚好但是 现在来不及了 只要跑就可以了 耶以把明居加着过点就OK了 再拉过来耶以想想枪 但是这一分已经是被Optik拿下了 最后是麻烦的没有捡到这把局 但是Optik的经济还是会比较好的 并且耶以也可以组装自己的孤高火力 对可以给整个团队缓和 一回合的这个明居压力啊 每回合起明居其实还是挺伤的 对 但毕竟有孤高火力在 关键被Crush在点里顶了太多了 顶了两个 第一时间你安装不了这个爆能器 后续的操作空间就很有限了 而且时间也是Exit 每次都喜欢压缩到最后一波的情况下 如果点里站个人 骚扰一下你安装爆能器的话 就大概就用时间脱够了这一局 没错 现在 哦 直接推黑 那QRX的这个消息转弓机 其实没有起到太好的效果的 哦 拿战神反川一手 BCG 果然很有个性啊 是 而且QRX也是懂得这种 B点驾驹的这个位置 在试探耶以 也以经典的话 还有把判官在手里啊 近的远的都能打 对 判官加孤高火力啊 最强组织 那么Exit一看 B通打不了 只能先去转中路了 哇 BCG现在这个走位很奔放啊 因为他们也是观察到了 Optake的一个习惯就是 中路前点位不放人 套 为贵兵线一区拿去 开关门已经是被打碎 零点胸弹交出来 哦 两个人都应该是被探到了 是的 但 也也是孤高火力 对手应该也是 大概率知晓的这一点 所以 我们对中路这个位置 做出了一些架枪的举动 再转移到A小道来 暴能器是带着的 所以应该是要中加A了 中加A 那么看Victor和Dev这两个人 这两个KO的技能交换 前脚闪 反应很快 哎呦 Victor传死了两个 反手还有藏颜闪 闪到了 正面带包的BCG 已经是被带走了 三人守住了A小这个区域 但是回防的路上 快哦 中路已经突破了 但是他只能打掉一个人 这个人数历史还是很大 是的 关键暴能器是掉在A小 14秒的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那奥兵克就是凭借着Victor一个人 在一个A小的防守啊 他太懂KO了 就对方打闪这一瞬间 他都知道对方闪在哪里爆 再一波对枪 那奥兵克还把对方Zacon的枪搅了 这是雪上加霜啊 对 之前也是提到Exit 到现在为止 经纪依旧是很差的 对 最关键的就是 Victor第一时间背掉了对方的闪 还藏在了这个烟里 然后压了两个 反手再打一个藏颜闪 拉出去 正好BCG没有反应过来 这个藏颜闪真是反应不过来的 是的 我觉得这颗烟真的是给的很及时 对 也是Mard的一个能力吧 对 通过一个新坠 拳图可以支援队友 他总是在队友最需要的时候给一个软延起 帮助Victor可以藏住这一波 那Exit也是叫出了第二个暂停 那Exit有点不太妙 因为他们现在整个经济的积累 其实是非常劣势的 虽然连续打了这个Victor 打了这个耶翼两把柄居下来 但耶翼有过高火力 对 度过了一个回合 而且关键这个回合还拿分了 是的 这个其实 礼拜里算起来 整个Exit的经济 一直在整个下半场 是被完全压制的一个状态 这就是我们说到 非常厉害的圣伯乐的那种狙击循环 你可以通过自己 快速攒大招点数 然后组装枯高火力 然后缓解团队经济 然后也是可以 在名剧上面 进行一个很好的循环 对 现在Exit陷入了两难 打快的 打不进去 打慢的 又要被耶翼抓timing 抓机会 这就很难受 Exit有点没办法了 看一下Cycle能不能 再支点新招吧 因为这张图确实 并不是Exit 非常擅长的一张地图 对 确实感觉下半场 Kryo在进攻方做的事情 跟上半场 野野拿圣伯乐做的差不多 都是在你中路控制之后 可能打掉一个人之后 但是这就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你选出一个解封打的 打法跟圣伯乐一样的话 就没有可能 就是那些位移的技能吧 关键是你要选择RAD点的话 Optic他有三信息打反制 每一次都能在烟里 穿你一两个 这就是很伤的一件事情 这个闪存过再加上鬼眼 根本打不了 对 你没有办法打这个鬼眼 一定会 如果有人一定会被拿到信息 对 零点秀坛再给上 现在可能飞机都飞不进去 相信无人机也没了 尋敌剑也没了 零点秀坛也没了 前期 摸黑镜啊 这样摸黑镜真要进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波RUSH了 但是这个U爪的效果非常的不错 抓到了对方的人 还有一个无效命令 你飞不出来 你竹锋失效了 对 但是BTC是用狂动 冲掉了对方的Vector 慢慢的也倒了 有机会 有机会 ZK利用自己点下来的长枪 打掉了对方的Fnance 你还别说这样的话 强行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进 还打出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这一局也是 让人没有想到 虽然说我典里给了一个无效命令 防止你截封的一波进点 虽然说这个进攻也还有一条缝 但是呢 Exit他打赢了 是的 我觉得还是 暴团比较坚决 对 再加上第一时间 A点的防守侦测信息已经交过了 交到了A外了 嗯 所以导致第一时间进点的时候 是没有侦测信息 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只需要打正面就行了 打正面 再加上人数的一个优势以及激火 打出了很不错的效果 这一把 诶断枪 哎呀 但是Krush也是跟对方一换一其实是亏的呀 是 但是 而且刚才 我觉得A点的防守人员的落位 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你可以预测到 我在哪里的位置都占了人 而一些比较非常贵的一些箱子后面点位啊 以及二楼下的时候 都没有任何的防守方队员 是的 你看出来的位置就是A小和二楼嘛 是的 这个口子 这两个口子就是 我一定会有人直驾的 对 位置已经其实是被锁死了 再看这个回手 看了一下A小 也是非常的灵性啊 正好架住了对手想来反拉的人 那这个回合打完之后 比赛就很微妙了 XS现在 Aaron有大招了 Krushes这个狂列之龙一直留着 就是要CounterAaron的这个大招 但是能不能Counter的掉 现在还是个位置数 对 而且Aaron状态非常好 拿一个奇乐 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击撒 22个 嗯 中路给了个零点休碳 知道你野野的位置 也不在常规的市场了 嗯 轻力剑也给到了中路 黑杖铺上 币通也是给出了一些反制性的技能 奥迪克也不太想把币通这个位置完全上给对手 啊 中路 BCJ 连续的一波操作 只换掉了Victor 但是 我觉得这样打有点亏啊 没淹了进攻方 我觉得他能换掉Victor也不容易啊 毕竟他剑影落地的一瞬间 其实比较吃亏的 是的 昆尔雪在去狂烈之怒了 哎 交行无人机吗 那这个全面封锁的位置有人处理吗 他在 他比较担心对方的零点休碳 很蜂蜜 但他的这个位置是被抑制到了呀 他怎么办 跟对方去捉迷藏 看到了 还是要死 四打一 叶一直把局应该是保了 他应该是怕自己的狂烈之怒赛被零点休碳给收掉 对他这个位置是 对方如果看到了他狂烈之怒射出来的方向 这都不用猜 直接看就可以了 就直接看到在这个床屋的话 应该是肯定会抑制到的 这个刀一直没削 其实是很细节 想起了上半场被支配的那个恐惧 对想了想 算了算了 那现在XZ拿到这一分之后是拿到了这个盘点啊 可以拿12分了 对 关键现在Optic有个很尴尬的地方 他没有办法去调整 没有暂停 对他两个暂停上半场全叫过了 没有暂停的情况下 只能看选手在临场的一个发挥了 而且这两回合打完啊 现在有个很微妙的情况就是 Optic的经济不是很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存款上面 Crushes1650 Bdance1500 如果要是满全甲全枪的话 他们的这个技能可能买不满 对 而且XZ的这两局其实打的还是挺简单的 就是拿捷锋最 用语头话来说就是1860年捷锋的打法 两个套路 一波进A一波进B 通过竹锋加顺云进点 对 而Optic没有扛住 是的 关键还是有一些技能的辅助吧 我觉得 这个回合 哦 双G 双G吗 对面这个阵容 其实打快攻以及有闪的情况下 双G的发挥空间 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但是我觉得Optic 这样起出来了 也是 有想法 有想法 A-B 突然灵光一下 你觉得我们可以这么玩一下吗 我觉得是Marvel自己想买的 他可能认为 出了个G数暂停 那 我们可以好好聊一下 就是双G在这张地图上 确实是一个很可行的战术 是 因为这张地图只要能守出AB两个点的正面 打中路的话 其实不太好去强行进到点里的 你终究还是要面临这把明G的 是的 所以说这个战术 我印象当中最早是Team Liquid 在使用的 当时Mira和YanP两人是使用了明G 我觉得这个战术 我记得这个战术刚出的时候 Team Liquid是13比0 就赢下了对手 应该是OBG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所以说 这个Optic 我只能说 闪经验是有用的 对吧 学一下Fanatic的威风岛语 学一下Team Liquid的影视修所 再学一下双G 但是双G这个战术 虽然它的优势很明显 就是如果你能把摸正面 或者打正面的话 很可能会被G掉一个 但劣势也很明显 一旦你丢点的话 你双G是没有办法打回房的 对 就是两把G太弱了 近距离 所以这就是看选手 在场上的一个取舍了 所以一般起双G的话 可能是上半场最后小G 或者是你有足够的经济 有把背枪的情况下 对 但是Optic 由于两进两局 都是输掉的情况下的话 他们也是没有经济起背枪的 是的 好的 这个技术暂停也是很快啊 来看一下 回到比赛当中 关键的一分 Exit能不能去把比赛 再带入到第三张地图呢 那可以进入到加持 或者是Exit能拿下正义盘 防裂之怒直接架射 射到一箭 射死了 对方的Zacon 没信息了 但是也以前也被抓到了 这是一个一换一 但对方倒的是个信息 我觉得这一个互换Optic是小转 是的 而且Zacon其实差一个点有大的 我觉得就是抓他想要吃这个能量球的timing 直接预判他的位置 一个防裂之怒带走 是的 但如果你看ID的话 其实是有点小亏 这个Zacon换一下耶一 这个队内的一个 就是选手的一个重要程度 肯定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因为耶一其实很多时候都要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割位的 第二时间考验清点了 因为Crashers已经藏到了酒窖这个位置 现在有一个很大 抓到一个 没有人帮他勾 没有人帮他轻的 他这是纯要EV1 再拉过来 想走想走 这能走掉吗 走不掉 二换二 直接驾驭巨刃 然后进点标掉了对方的Vector 但是B点这边的Marvel是换掉了对方一人 FNAS现在尴尬了 AB两点都有人 离魂 离魂直接到A点 二打一 但是小门出来的位置 FNAS这技能也是会被发现 对 双架就结束了呀 双架就可以了 乔西拉过来 可惜 我看上去都有点重叠了 我还以为FNAS要一穿二了 是的 很吓人 FNAS这一波其实打身体了 如果要是再描高一点的话 就有机会吧 只能说有机会 但是这一个回合非常的戏剧性 来到双局之后Crashers 确实是用局打出了一些机会 但关键的耶一还是被对方给架住了 Cryo这个吉他非常的致命 这一局告诉我们 四分可能够 但三分不够 三分一定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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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可能就是差这么一两局的一个优势 因为十三比十一的比分 那也是让Exit 在OPM自选图亚海选人上 是拿到了土耳的胜利 是的 Exit其实一注在下半场 陷入了极大的一个被动当中 但是来到关键回合 他们突然醒悟了 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就是简单肥美打法 直接五人抱团弱点 其实效果还真的挺不错的 靠结封 包括最后那个巨刃 过来之后 打了一个非常规点位的MARWOOD的一个 就是铁箱上的一个头部 对铁箱上的一个头部 就这一波 非常非常的关键 所以说这波打完之后 其实我们就能感觉得到 Exit的选手已经是 渐渐找到了一个比赛当中 carry的感觉 尤其是Cryo吧 我觉得Cryo在上一场地图 其实对位夜以有一点落入下风的 是的 但是在这一个回合 其实尤其是他在这个巨刃的时候 受益打出了很高 而且他的截峰 其实也不比对方夜以的这个圣伯乐 发挥差 甚至觉得我觉得还要比夜以今天发挥更出色 而且这个第24回合的一个首刹 就是Cryo是把Zacon打掉了之后的那个夜以的人头 也是Cryo补上的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表现得非常不错的 来看一下Exit的MVP是给到了Zacon 有多次那种三刹的表现也是印象很深刻 而且他作为一个裂销有五次的首刹 这个次数也是比较多的 248的ACS以及20-16的KD 嗯 现在两边的裂销其实在这张地图上挑了大量 对 但是我觉得Cryo这场比赛 虽然他的数据没有夜以这么好 但我觉得Cryo今天的表现在团队里的重要性 截峰其实压力要比圣伯乐大很多的 他要承担禁点 他要去承担这种第一枪线的一个职责 但其实圣伯乐有时候 他没有这么多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 对 而且我们也是说到Optic 可能现在队员还是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吧 比如说Finance上一局的影视修所 我们感觉他像是一个带枪指挥的奇乐的角色 但是这一局他用到黑梦 换了一个英雄之后的手感感觉 还是有所区别的 对 这场比赛Exit是险胜一分 其实严格上来险胜两分 他只是在关键回合拿下了 对 而且在24回合里面 两边是平分首杀 各有12个打得很胶着 一样是没有残局获胜 以及没有EKO翻盘 是的 这就是两支非常熟悉的队伍 他都知道对手在EKO的时候会怎么打了 所以都不会给到对手太多的机会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强队的一个标配 就是不给对手过多的这种EKO翻盘的机会 减少这个比赛的变变数吧 我觉得更多的还有就是围绕爆能器的一个拿分 其实Exit今天要多拿一分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一分 今天这个经济局限感觉像观众的心跳图 对 两边都是起伏比较大的 上下半场的话也是能看到9比3人 以及下半场的话 Optic也是打出了一个6-0的小高潮 是的 上半场Optic两张地图都是开局一口输 一口输 一口输 这样被比分拉开 但是来到下半场之后 他们都打出了一波高潮 但是来到最后的一个决胜环节来说 Exit并没有复制上一张地图的一个颓势 他们是成功找到了团队的方向 用5人RA点这样一个大家看似很简单 但其实需要很大决心去做的一个决策 是的 然后帮助队伍拿下了关键回合 对 那来看一下 Zacon在这张地图上的一个击杀热点图 在B点的区域 可以说B点靠近防守环家里的位置 以及A包点的右侧都是比较密集的 对 Zacon这名选手 从这个地图上就能看到 他比较偏向于打点内 对 所以他很少就会在中路这样的地方找 结果 他和像我们之前熟悉的一个烈销型的选手Chronico 是不太一样的 Chronico是很喜欢走中路的 很喜欢打中路的一个架枪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Zacon明显是跟着团队走打点内的 是的 这就是这支队伍包括像Exit 他们能够获胜最后还是依赖于团队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依赖于个人 虽然最后Cryo这个巨人非常的帅 是的 而且我们也是提到了 因为两边的前两张地图都是双方选出的 结果是都是对方拿下的地图 但第三张地图深海明知的话 其实Exit可能是之前胜率更高一些 赢下了两次EMA赛区的队伍啊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待的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图三深海明珠见 再见 再见 啊 是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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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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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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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